法定人數 報告文會出席委員8元以及法定人數 好謝謝各位委員 各位我們今天來參與的退輔會所有的官員大家早 今天是我们要邀请退府会来做业务报告 也是新政府上台以后新的退府会的这些政务官过来 那我们就按照我们的会议程序开始 谢谢 我现在宣布开会 请议事人员宣读议事录 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第25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 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26日星期四 上午93分至12时9分地点红楼301会议室 出席委员罗志正等10人 列席委员麦诗宝等16人 请教委员蔡世英林长佐 列席人员国防部部长冯氏宽及所属人员 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树林 内政部议政署署长林果衍 主席将召集委员启程 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一失录决定确定 二 邀请国防部部长报告 募兵制实施现况之检讨 及未来改良之规划 并请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 内政部议政署派员列席并被质询 国防部部长冯氏宽及所属资源规划司司长 陈振齐报告 委员罗志正等12人质询 均由国防部部长冯氏宽及所属资源规划司司长 陈振齐人士参谋次长市次长徐衍博 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市次长胡延年 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梅家树 军医局局长吴宜昌 及内政部议政署署长林国远等及其答复 决定 一 登记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 报告及寻答结束 二 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咨询 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 请相关单位于二周内 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复制本会 委员令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 三 委员吴坤毅及苏正清等二人 所提书面咨询 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临时提案二案 一 为推动国军专业化精进化 激励国军士气 鼓励战斗及外领导部队及任务出勤作业 并配合国军募病制转型 提高志愿意招募及留营诱因 应以公酬相应 公奖相称为原则 在国家财政允许范围内 增加战斗加几至发放 原此 鉴请国防部于一个月内 邀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 主计总处等相关部会 召开跨部会协商 研议战斗加几增加及扩大发放 之可行性及相关规划 提案人 刘世芳 江启臣 罗志正 陈廷飞 徐志荣 吕孙林 王定宇 吕玉林 决议照案通过 二 鉴于近来发生多名军事官 以精神疾病的方式办理退役或调离战斗单位 经由媒体披露后 严重影响国军形象与战力 为遏止此意歪风并有效改善 原此 鉴请国防部会同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 检讨国军因精神疾病而暴退这军事官 是否有假性病退 为闪避赔偿责任而出此下策 并于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及改善计划 并鉴请国防部会同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及卫生福利部 于一个月内研议追踪辅导上述至军事官病情及治疗情形一定期限之可行方案 提案人刘世芳 陈廷飞 吕孙玲 王定宇 徐志荣 决议修正通过 以上宣读 请问一下各位委员对上次的会议议事录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的话就确定 那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 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 邀请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翔咒报告业务概况 并被质询 以上宣读 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先介绍与会的立委 按照这个座位次序 第一位是罗志正委员 那第二位是王定宇委员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今天来的退府会的各位官员 第一位是我们主任委员李翔咒 第二位是副主任委员李文忠 第三位是副主任委员刘树林 主任秘书吕家凯 综合规划处处长冯毅成 服务照顾处处长林夏富 旧养养护处处处长赵秋莹 旧学就业处处处长董龙泉 旧医保健处处处长罗庆辉 事业管理处处长杨家仁 退除己副处处长王德本 行政管理处处处长刘志福 人事处处长蔡英良 政风处处处长贺国明 会计处处处长林顺裕 统计资讯处处处长肖兴富 法规会执行秘书黄晋兴 还有台北荣总的院长张德明张院长 台中荣总院长许慧恒院长 高雄荣民总议院院长刘俊鹏院长 荣民公司董事长洪荣华 好谢谢 好那我们先请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 李主任委员就退辅会的业务概况做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个人奉命接掌退辅会 今天应邀列席报告深感荣幸 待会请就本会各项施政工作方针与重点 实施划线折要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多余指导与支持 配合新政府就任 本会依据行政院政策指导 首先是加强对于服役4到9年的青壮 及低阶退除役官兵 在就学就业上辅导与协助 其次是结合农民医疗体系 在高龄照护上的专业能力 及农家软硬体设施 纳入长照网络 扩大资源共享 接着是强化转投资事业的管理 提升经营绩效 第四个重点是配合年金改革的政策 将在近期之内以面对面的方式 与农民吭谈 积极收整改革的意见 来提供决策参考 现在仅就业务执行的现况 与未来的重点则要报告如下 业务执行的现况 在就学就业方面 为了落实照顾 服役4到9年的退出役官兵 本会依据推动募兵制占行条例 订定创业贷款利息补贴 就学生活今天 会外职讯补助 企业金融奖励 及职讯机构辅导就业奖励等相关办法 并且积极拓展多元就学就业的管道 来强化职场所需的专业技能 以下既有七项工作推动的要点 包含开拓入学的管道 提供就学讲补助 事业的第二项 鼓励进修及参加国家考试 三 培养职绩专长 厚持职场能力竞争力 第四是配合产业需求 开放多元执行的管道 第五是整合资源 促进顺利就业 第六是创业育成辅导 协助创业圆梦 以及提供企业金融奖励 提升就业成效等 有关系幕部分均请参与 其次报告 在就医保健方面 本会三所荣总 十二所荣总分院 以及十六所荣家保健组 成立三级医疗照护网 提供预防保健 急慢性医疗 高龄医学 急性后期 长期照护 以及安宁缓和等 整合性的医疗照护服务 增进荣民荣卷 以及民众的健康 以下有六项细项 均请参与 请翻到第十页 第三是在救养养护方面 本会十六所荣家 先设置有七千八百七十六 总床数 安置六千五百九十五人 占床率是八十三点七百分比 面对我国人口高龄化趋势 积极充实各荣家机构式的 长照服务能量 并且在床位有余裕的状况之下 依地方政府的需求 释出支援 细部工作均请参与 请翻到第十二页 业务执行现况的第四部分 是在服务照顾方面 本会积极结合各项社福资源 与地方政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以及连结地方公司社福 警政 卫政等资源 建构绵密社会安全网络 提供荣民荣卷多元化的服务 请翻到第十五页 第五部分的业务执行现况 是在事业管理方面 我们主要投资有25家民营公司 所得收益缴回安置基金循环运用 作为辅导荣民荣卷就业 以及职业训练所需的经费 另外所属的荣民工程公司 目前客人依照行政院核定的计划 办理清理作业 请翻至第十八页 第六是在退出给予方面 本会办理退出役官兵各项给予作业 除了完善整体发放工作之外 目前正在持续检讨 精进各项森林的程序 来提供更便捷的服务环境 接着报告未来工作的重点 这是我们今天报告的重要项目 第一是根据推动退出役官兵 服务照顾的工作 辅导工作是政府永恒的使命与责任 为退出役官兵提供完善的辅导与服务 是世界的潮流 也是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安定的必要工作 本会在历任十六任主任委员 精心破坏以及努力经营之下 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也获得相当的肯定与支持 但是面对当前社会环境的改变 国家财政的困难 以及多元意见表达的挑战 本会全体同仁秉持融入与共分工合作的当则精神 在既有基础之上 持续推动退出役官兵的服务照顾工作 并且配合务兵政策 是重点在轻壮以及低阶退出役官兵 在就学就业上的多元化需求 来提升取等就业的竞争力 顺利的退后就业 第二是收整年金改革的意见 争取合理的权益 年金改革是政府推动的重大工作之一 本会规划藉由办理农民代表肯谈会 服务网的座谈以及访试农民等时机 请听民意 预备在八月底之前完成新格意见的收整 提供年金制度研修机关参处 确为农民合法的权益 第三个未来工作的重点是完善全方位的长照服务 本会拥有去家室、社区室以及安养、养护与护理自家等多元长照的资源 并且已经建制了三级医疗体系与高龄医学的优质照护模式 我们非常愿意借着这样已经具备的基础模式 与全民共享经验以及资源 面与国家人口结构急速的老化 本会会主动积极地与卫生服务部等单位做跨部会的整合 共同建立优质评价普及的长照系统 来强化社会安全网 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在地安老 其中有关强化长期照顾服务网络 依据卫生服务部的调查盘点结果报告 积极完备长期照顾服务资源 提升所组医疗机构以及荣家日间照护的量能 并且完成荣总分院公务预算病床转型护理自家 以及荣家长期机构的改善作业 第二是增加培训长期照顾服务人力 则成三所荣总办理各级荣院以及荣家保健组 长照人员三阶段的课程培训 第三是精进长期照顾服务品质 辅导所属医疗机构以及附设的护理自家与荣家 通过高龄友善健康照护机构认证 以及长照机构评鉴 第四是因应实际的需要修正法规 扩大资源的共享 本会为了落实资源共享的政策 研修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条例 开放退出役官兵的眷属以及宜郡 还有一般的民众能够自费入住荣家 同时规划荣誉国民之家办理自费入住业务试行计划 使有安养、养护以及私自需求的一般民众 也能够申请自费入住荣家 以发挥政府资源最大的效益 第五是强化转投资事业的改革作为 本会的转投资事业是 退出役官兵就业平台的一环 具有人力资源有效运用 节省退伍给予支出 尊重军人贡献与专业管理 落实就业安置 维护公股资产等多重政策目标 并且借由各转投资事业的盈余分配 益助安置基金以提供退出一官兵就学、就业以及职业训练等相关经费 后续将推动以下的作为 第一是优先零件专业管理人才 目前本会正在积极严临修正 投资事业机构会派董事以及监察人管理的要点 我们会以具体客观的评分标准 让更多具领导管理与专业能力的学精力荣民参与征选 以管纳管理人才强化公司经营管理的效能 我们也会未来办理零件审查程序 将沿逆增加产官学代表参与人事审议小组 以其更能够客观举财 第二是强化事业经营的成效 本会25家主要转投资的事业 近三年平均可认列投资效益的约有9亿余元 整体经营的绩效算是稳定 未来将规划邀请产官学相关专家代表列入考评委员 同时也将加强各转投资事业的绩效诊断 进而探讨本会转投资事业高阶经理人 绩效评估指标的适当性 检讨会见高阶经理人职能表现的考核指标 来提升督管转投资事业的经营成效 第六是提升职场的竞争力 促进顺利就业 协助青壮以及低阶退主义官兵就业 已经列为本会辅导的重点 配合国防部前端照顾培养军事以外的第二专长 协助正在服役中的官兵能够取得学历与证照 并且整合就业所需的职讯课程 重新规划以及设计长时数专业度高的训练班队 依产业以及市场需求 检讨扩大现有61个职内会外职讯补助的项目 并且推动学用合一的方案顺利辅导就业 总统对于青壮退主义官兵打造一个更好的就业环境 非常关心也重视 为了让军人成为一种吸引人才的生涯选项 本会将持续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及人力 以落实退主义官兵的实质照顾 上期大院持续支持本会预算 我们殷切的期盼 募兵政策能够全面顺利推动 最后报告结语 退主义官兵辅导工作的成效 与国家安全社会安定 以及兵役制度的推动均息息相关 个人有幸承担此一重任 深感责任重大 因应国家兴局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 定当贯彻政府施政 与全体同仁努力推动各项服务照顾工作 坚定维护退主义官兵权益 争取社会认同 以善尽身为行政团队的责任 希望各位委员先进不令给予指教 本会将依各位委员的指导 持续努力进行各项工作 以彰显国家队退主义官兵 以及眷属的关怀与照顾 最后敬祝各位委员先进健康 如意报告完毕 谢谢主任委员 谢谢主委 那我们在场还有几位刚刚进来委员 包括有吕孙玲委员 还有蔡世英委员 那我们寻答就要开始 那这次的本会委员的寻答时间是10加2分钟 非本会委员是8加2分钟 在10点半的时候发言登记截止 好那我们现在请第一位罗智政罗委员 主席可可麻烦请李主委 主委请 主委员早 主委早 辛苦了 刚上任没多久 马上要进入所有业务的了解 那我们请了办公室同仁好好的仔细研读一下 你的这一份报告跟上一次 董主委的报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本席必须要表示就是说 的确有很多心意在里面 你看得出来主委上任之后 的确用心思想要做一些不同于前任的一些改革跟做法 这一点主席先给你肯定一下 所以我们常讲就是新人新政 你未来几年的任期里面 我们总希望看到你留下一些什么东西 给国人或给会议同仁觉得 你这一任留下一些很美好的政绩 我们常讲新冠算是三把火 主委如果你有三把火 你要点一下什么地方 谢谢委员对于我们退伏会的指导跟肯定 当然我们对于任何我们政策的推动 我们希望延续原来的规范 既有的法令这个规章之下 我们持续去推动 但是与时俱进的检讨当前的时局问题 我想这是必须的 那如果我要请问你三个主要的重点的改革 或推动的重心在什么地方 你会怎么来回应我们国人 第一个我们现在国家正在推动务病政策 尤其在两岸情势危机的状况之下 这个务病政策成功与否 我想我们退伏会有扮演的角色 居重要的关键 当然我们如何支撑务病政策 尤其是现在服役四年到九年的七成 退出一官兵 我们如何让他在就学就业上 能够有很好的发展 这一点是我们必须着力的地方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我们希望说 能够借由长造法的规范 我们如何去结合我们现有的农民总医院 我们的这个农服处 以及我们的农育之家 我们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结构 我们去把安养 养护 高龄造护 以及我们可以去 配合整个政府的长造做法 最后呢 第三个就是针对国家财政的困窘 我们年金到底应该追求什么目标 我们年金如何去平衡它 我们会去普遍的倾听农民的声音 然后我们收整完整的意见 站在能够替农民发生的立场上 我们与政府来协调 主委这一块的确是上一任报告里面 没有特别提到 尤其配合年金改革这一块 不过不可否认 在社会上有些人主张要废掉退辅会 其中一个原因你知道主要是什么吗 肥猫 肥猫吧 所以第一把火高层的肥猫一定要处理 我们不希望因为少数的所谓高层肥猫 影响到退辅会的角色 甚至影响到整个退辅制度的推动 所以这一方面绝对是你第一把火要处理的 第二把火我认为是你的经营绩效的部分 我们倒在提 第三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整个年金的改革 到底有没有肥猫 我们来问个问题好了 我们从你们资料里面 你们不断告诉我们 很多资讯 个人资讯保护的问题等等的 可是我给你一个数字 这是你们提供的数字 有些在任的时候 在我们退辅会任职的时候 他的退役时的薪资大概8到9万 某一家公司 我们转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他退伍后转任的薪资 加平均的奖金 可以到29万到33万 我们看了所有20几家公司 几乎平均每一位的薪资加奖金 都是退伍前 最后离任的时候的薪资的 两倍到三倍左右 我问一下所有在场的 所有处长们 退伍之后 或是离开退伍会之后 想到转投资公司的举手 不想去 那他们都不想去 以后这些人都不用列入评鉴了 统统不用去 他们说不要去 主委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形象 在社会上会怎么看 谢谢委员把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上提出来 首先我必须要替肥猫 我们去做一个定义上的解释 所谓肥猫领的是双薪 没有 跟双薪没有关系 薪资的比例 跟就退伍的时候 或在会里面认识的时候的薪资 不见是双薪 所谓肥猫 他领的是不合法的待遇 没有啊 美国很多肥猫都是合法的 但是跟一般投资大众的薪资差很多 肥猫的定义不是你讲那么样的狭隘 好 顺着委员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必须要说 我们所有高阶经理人 经过我们建派到各董事会 我们必须考量他的属性 这一块我倒要处理 我们建派制度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不可否认 这些人在这个会里面过水之后 然后转到我们转投资的事业单位 你看他薪资都原来薪资两到三倍啊 就一家公司 我不讲哪一家公司啊 二四二家里面就一家公司 那家的董事长 转任之后 他的薪资比在会内还要低 其他大概1.5倍到2倍 甚至3倍的薪资啊 要是我会愿意去啊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很多多数基层中低阶的官兵们 需要我们照顾 可是因为社会上看到这一群 极少数的这些官兵 或这个高阶的官员 转任之后的薪资的比例 跟他们在职的时候 真的差太多了 要一些转职 这个改革的作为 我们已经在联署了 希望有一个旋转门条款 你们知道在财政部 经济部的所有其他国营试验里面 他们有硬性规定说 一定要在本会或原来的单位 任职的经验才能够去转 相关的国营试验 可是你们的作为要点里面 有非常清楚明天的 要推荐当董事长 副董事长人选 必须在本会 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 等于是摆明的为你们量身定做 主委这样的改革有没有必要 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些问题 我们全班的去检讨 同时我们会请各公司的董事会 我们共同来研讨他的薪资结构 当然他是根据他的绩效 根据他组织的结构 他所订定的规范 那么这一部分 我们站在一个我们持股人的立场上 我们共同地去研讨相关的问题 其实最大问题还是专业经理 我们会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制度 叫做要协助我们会见人员 提升他的专业经理能力 这很奇怪 表示他原来也没有或不够 所以要帮他们提升 这个制度不是很奇怪吗 这是在这个转业过程中 没有错吧 理论上来讲 我们应该找本来就有专业的 有很强专业的 而不是进来之后 我们再提升他的专业 这个知识跟能力 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想这个委员提这个问题 我刚好举个案例 跟你报告一下 我有个很好的日本朋友 他在当年我在美国防空学校受训的时候 他是我的同学 然后他在五年前 他刚好是日本这个路上自卫队的幕僚长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陆军司令 刚刚好那个时候我担任陆军司令 他从路上自卫队 幕僚长他退休以后 他去转任山林重工机械公司的董事长 可是那个不是政府帮他保障 他自己去找的工作 这个是政府保障他的 根据他们的规范 他告诉我一个 他就说我们国家重视的是人才 什么人才 适应团队力量的人才 那么他把这样的一个领导资能 他转换到这个公司 我并没有讲说今天转任一定是资格不符 我现在讲说我们的法律规章里面 明定要在本会担任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才可以 我这个是有保留的 跟主委报告一下 我们国军那么多的将领 每一个都有这样的能力 未必只有退府会才有这样的能力 可是你们四个条件里面有三个都是在本会认职过 然后接下来才是国防部会见 推荐的人员 要的话全部开放 我确实了解委员你提这个本意 那当然我们会根据这样的本意 我们去检讨我们的旋转门制度 我们去检讨我们的专业经理 他的条款 你们可以检讨 我们也会检讨 我们委员现在联署了 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说 在会议任职三年 任职的人员 三年后不得到我们转投资的事业 主委 这样你同意吗 我们可以去接受去检讨 去检讨吧 可以吧 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真的有能力的话 应该让所有的人 财政部经济部没有讲说 一定要他们自己人 才可以去检议国营事业的机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确要去修改 我们会见董事跟经理人 还有相关专业经理人的一个作业要点 接下来经营绩效的部分 主委我们会里面不断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些人都有专业能力 我也不否认一定的专业能力 但如果今天一个人一个选项 我们可以找到真正在民间企业 有专业经理的人 到我们会里之后 转投资单位之后 能够创造更多的收益 然后这些资源 可以到我们的 所谓的安置基金 创造更多的安置基金出来 来照顾更多人 这种做法如果可以的话 主委你愿不愿意接受 愿意接受 对不对 就未必是我们所谓的会内人员 外面能够找到更好的专业经理人 然后创造更多的安置基金 照顾更多人 主委你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是可以接受 但是前提是我们把相关的法令 先修法 没错吧 那谢谢主委有这样一个承诺 我们从民间找人才 创造更多的基金 照顾更多的人 在没有办法修改之前 还是可以实验哦 可以找一两家公司先做做看 我们可以去全班的检查 因为我们第四点就是说 国安部推荐的也可以嘛 国安部推荐也没有表示 一定要军人啊 国安部的推荐是 为了安置退除役官兵的 这个主要目的 当然这是为了 目的嘛 整个国防体系 这是一个完整的规范 那安置退除役官兵 我们如何去配合检讨 我们要安置退除役官兵 不表示要用退除役官兵 做这个位置 没错吧 是 我们找到民间更好的人 收益搞不好多两倍三倍 可以照顾更多的退除役官兵嘛 是 主委 可不可以找一两间公司来 努力看看 委员这是一个选项 我们也必须从绩效成果 我们来共同验证 将来我们希望的是 一个很完善的制度 就不管说是军方是民间 我们可以试办吧 他能够弃我们这个事业 他能够争取最好的绩效 我想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主委 我们找一家相对收益比较少 甚至赔钱的公司 找一个民间的人士 来帮我们试办 那好不好 当然可以 可以哦 当然可以 搞不好赚的钱 比我们比来经营还要多 如果说你叫我去认得一家 赔钱公司 作为挑战的话 我也接受 主委 那你可以创造多少效益 我们就来评估一下 但主委 你这样的态度 我是非常欣赏的 就是不要太过于保守 我们要改变社会上对于我们 退伏会这种 只照顾高层的官员 不照顾中低阶的士官 兵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主委这个态度是对的 我们开拓更多的民间动力进来 来协助我们创造更多的资源 来照顾更多的人 这是我方努力的方向 最后要请问主委 退出急以改革的部分 我们7月份马上要发下半年度的 退伏金嘛 对不对 本席在会里面 在大院里面已经开始推动一个案子 希望改元月退的制度 按月里 如果政府通过这个做法 或是立法院通过这个做法 我们退伏会可不可以配合 我想委员提这个意见 当然你月退跟半年退 他的意涵不同 我想全世界各先进国家 他都有他的退伏制度 这个退伏制度是照顾 完整的照顾全班的官兵 不是为了某一个阶层 当然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们愿意去检讨 到底按月里好还是半年里好 没有我现在推动的是整个军公交 不是只针对农民 所有军公交退休金 都是用按月里 因为你要知道 所有的国民年金制度 劳工退休制度 都是按月里的 你可以让我就军方这一部分 我们单独的先去把它验证完毕吗 你们可以去研究看看 但是我们要推动方向 就是年金改革一个重要一部分 公平正义的原则 事实上我没有减少他也蛮好钱 我只是希望照一个 所谓比较公平正义 跟其他社会上所有人一样 都是按月来临 基础上怎么克服 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看看 我们会去检讨 好 主委 好 主委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主席 好 谢谢 好 下一位我们请 王定宇 王委员 谢谢 好 谢谢 麻烦我们李主委 主委请 委员早 主委早 那各相关单位的 这个退府会的这些同仁 如果需要补充就自己上来了 主委因为你就任不久 我现在所咨询的资料 大概都是前任董主委回的文 所以我会请你详细的了解这些问题 我们国会对于退府会 或者任何事业单位 公开透明的监督 资讯的揭露 只要不影响国家安全 不影响个人权益 大概应该都往这个方向走 因为公开透明的资讯揭露 对于单位的形象 跟社会的监督是有帮助的 这一点你同意吗 是 同意 所以我本期就要请教一件事情了 我们现在退府会所属的事业单位 包含基金等等 我们的这些董事长 总经理 高阶主管的薪资报酬 你们长久以来都列为机密 提供的数据资料 都非常的粗糙 都是一个概算 那个理由到底是什么 那是为了保护什么 我原来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上来看 角度我不可以 理由就一个嘛 为什么 是揭露这些薪资 他们会被绑架 还是揭露这些薪资 他们会被骂 还是这些薪资里面 隐藏的我们国家的机密 有还是没有 我想我们从提供单位 我们上来看 对 我们从提供单位来讲 你们提供你们所属事业单位的薪资 资料非常的粗糙 这个最主要是从三个法令来看 第一个是从 各支法 第二个是从 档案法的18条 还有档案法 再来你讲快一点 还有一个政府自信公开法 这三个法你可以说服你自己吗 本席今天我还没有 我怕太重 我手骨子还没有好 我怕太重 不敢全部报来 这一叠全部 都是我们同一个中华民国政府下面 其他部会所属事业单位 有经济部 农委会 文化部 国家实验研究院 教育部 法务部 其他我还没有报来 我随便翻开一页 经济部 经济部所属的单位 我把它列在上面给你看 这个是 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 你看看他列出来的资料 副院长 张索宏 他负责什么业务 他的个人学经历 他的薪资报酬 含职务加几 每个月 二十六万七千五百元 到三十三万 另外呢 福利 民国一百零三年 领了三点零六个月的年终奖金 然后呢 绩效奖金呢 平均领了零点七六个月 成果产业化特殊奖励 平均每 平均领了一点六一个月 清清楚楚 你们呢 这个媒体如果拍到话 自己去马赛克 你们的资料 简简单单 连福利都没有写上去 还打了一排红字 这排红字叫做 本资料 据个人资料保护法之适用 请募公开 我请问一下 组委 我请问一下处长 这个经济部的人都不是人 这三个法律不用保护他们 你们的人都是人 你告诉我为什么 报告一下委员 依照政府自信公开 他们也是政府啦 你不要再讲政府了 经济部不是政府啊 文化部不是政府啊 农委会不是政府啊 全部都是政府啊 你们长久以来用这种态度 经济部交通部下面 所属的事业单位有多少 他们派出去的董事长不是人 我们派出去的人 要受各自法保护 你们是政府 他们不是政府 你说服了你自己吗 我再问一次 为什么你们派出去 所属事业单位的薪资 不能公开 还要打一排红字 我今天尊重你们现在 我尊重你们现在的管理 所以我不印出来 为什么都不能公布 主委 这不是你的问题 我现在请教你 这为什么不能公布 其他部会 小到基金会 大到我们的部下面 所属的单位 薪资报酬 福利给予 相关津贴 连出席费 连兼差 连所有的钱 一条一条写得清清楚楚 为什么独独退府会不行 主委为什么 我原来有关这一部分 我从我们的作业流程 相关的规范 我全班去检讨 我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往这个方向走好不好 是 比方说 根据你们提供的资料 刚才罗智仲委员有整理的一些 某一个客运公司 事业单位 这位董事长 民国101年到职 他退役 或者从退府会 转任的之前 那个薪水 是8万到9万 他到职 到了这个事业单位之后 限职每个月薪资 是15万到17万 他每个月还有奖金 是14万5000到16万5000 合计 29万5000至32万5000 每个月领的薪资加上奖金 福利都还没写上去 其他有没有出席费 我不知道 你都没有列 也就是说 他领到了光每个月薪酬加奖金 就比原来的本凤 多了将近三倍 多了将近三倍 另外呢 某天然气公司 这位董事长 民国103年到任 他退役 或者从退府会 转任之前的薪资 是11万到13万 他到职担任董事长 是民国103年 薪资报酬 是17万到19万 奖金又17万到19万 这两条是每个月领的 所以他可以领到的是 34万到38万 比原来薪资 多了三倍 还要多 然后呢 其他的福利 其他的给予 不明 我不是说他不该领这些钱 你可以透明揭露出来 全民才会去看 值不值得 应不应该 然后 这样子的薪资报酬呢 你们全部都打上一排红字 通通都不可以揭露 全部政府大概就只有你们这样做 主委我可不可以请教你 可不可以往透明的方向走 我还没有检讨里面该不该领那么多 我刚才跟委员报告 我们这里好 我们从全班的这个流程规划 我给委员一个满意的答复 尽快 下一次 好不好 除了这以外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根据行政院民国99年 民国99年7月有修正 这是一体适用 军公教人员 转任公职 或者是转任政府捐助相关财团法人 或者投资的工股代表等等 事业 他的退休金跟18%的优惠存款 是要暂时不能领 所以我们现在转任出去的人 他退休凤 跟他的相关的给予18%都不能领嘛 他的退休凤是立刻停止 对 但18%优惠可不可以领 你们派出去的人有没有领 现况如何 我现在只是询问现况 因为这根据99年行政院的决议 我给你回报 目前为止我们所有转任 会见的高级经理人 他们一转任的同时间 他们是月退缝是停止领的 但是优存的部分 因为国防部的政策还没修 所以目前为止还是可以领的 你们在搞什么 这个还不是新政府 旧政府规定的 民国99年7月 文在这里 文就在这里 他告诉你 转任事业单位 转任转投资单位 优存不能领 他的全文是这样写 他说为了避免双新现象 因立直停止领取 月退休金 与18%优惠存款 你们看过这个文吧 处长有没有看过这个文 跟委员报告 这个的确在100年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文 这个我看过 这个文 你们有没有自外法权 不适用于你们 没有 那部分是公教的这一部分 全部都有使用 韩军公教写在上面 拜托你 但是军的部分 因为他的法律基础不一样 你们违反行政院的决议 他叫我们检讨 在没有正式法律修令之前 所以你们永远不检讨 需要采取一定相关的一个作为 主委你仔细听 你们现在告诉我一件事情 你们转任出去 领的薪水是本来 新奉的三倍 然后行政院民国99年 告诉你 好吧转任出去就转任了 学有专场去用吧 你领了三倍的薪水 规定你退休给予 跟这个优存要暂停 你们还说因为我们还没检讨 所以呢 这个退休奉暂停 18%继续领 合理吗 行政院决议 这也不是新政府 这是旧政府决议 99年的决议 7月份的院会 然后你们说我们还在检讨 所以你永远不检讨 永远领双响 这样领起来是原来的退休的 给予的将近四倍到五倍 合理吗 委员委员 从你提供的这个资料里面 我们去全班做检讨 这个都有文 然后再来 我们上一次本委员会也提出 决议也通过了 转任之后所领的所有的薪酬 给予所有相关报酬 不得超过本来在职的时候的薪资 主委你觉得合理吗 就说我本来是 还没有退休前领的薪水 9万 11万 我现在退休了 我对这个工作 我已经没有办法 我必须要退休了 我转任所属事业单位 我领的跟原来不要比他多 合不合理 这个我们会去全班的检讨 因为相关的规范 还有条文的细目 如果我这个工作我已经不行了 我体力上不行了 我认为我贡献到了 我年纪到了 我退休之后 我领的还比原来多三倍 纳税人很难接受 你这个做法跟我的想法 有一点点出入 你讲的三菱重工的 我刚才有仔细听了 他又另外转进 更有贡献 所以透明化嘛 我们可以检视他的贡献 因为有些像大众运输事业 是国家补贴的 像天然瓦斯 虽然不是国家保障垄断 因为配线配管的关系 几乎也属于垄断型事业 所以我本习家 这一个部分要告诉你的就是 你们目前所属事业单位 还在领 他转去当董事长 领到比原来薪资更高 高好几倍 就18%的还在领 是违反行政院 民国99年7月的决议 那个决议上面写的是军公教 我没有把你们排除在外 这个可不可以下次就有答案 就要有做法 没有 你这样真的对大家 对你们形象也不好嘛 这是一个 我希望下次会 我要看到结论 下一个 公开透明除了薪资报酬以外 有关交叉持股 上一次我问了董祥隆 董主委 他好像还蛮生气的 气到现在 我从那天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了 这个交叉持股是什么 你们现在报道本委员会的 都是你们持股50%以上的 可是我发现 你们有些事业单位 不到50% 47 48 49 但是又用另外一个退服会的事业单位 去投资他 4% 5% 所以真正的持股是超过50% 然后我们希望你们 这个东西应该视为 你们所谓控管的单位 应该报来本会 不管他的财报 不管他的财务内容 业务绩效 应该让我们知道 那你们有去恰许的吗 我听说你们去询问的法规会 回了一个文给我 那个回答是什么 谁去问的 那个法规 这个你们 这是你们的公文 那个主席抱歉 再给我两分钟 这个 你们回了一个文给我 说你们问的法规会 说虽然交叉持股超过50% 为国营事业管理法 未有该等认定及计算方式 这个是谁去问的 报告委员 这个部分是我们事业管理处业管 那我们的依据有两个 我现在先问你们去问的 你们问的法规会是谁 有没有文号 回去我要去查 我跟你讲 法规会从主委 我问到下面了 没有人收到你们询问 报告委员 我跟你们报告 我们其实是依据两个重要的法规 有没有询问法规会 有没有询问法规会 这个我回去再 报告委员 报告委员 这件事情 有没有询问法规会 有有有 你不可以欺骗国会哦 是是没有 这个我们是有问过 谁 法规会的省述会 省解密 解论密书 打电话问一下 有没有文号 我 有没有文号 那天是我亲自问的 那我是用 电话是问的 搞不好你们俩好朋友 你现在赶快打电话说 简先生我现在抓包了 赶快讲说我有问你 公司不是这样办的啦 你们有没有文号 你有没有询问公文 没有用询问公文 这通电话那是我亲自联络的 法规会主委副主委 跟业务承办单位 第一个没有人问他们 第二个不该问他们 你问错对象了 问的内容也错 我现在时间超过 我给主委看着 这个司法院 试自第41号 试同法律 里面解释什么 国营事业转投资于其他事业基金 应视为政府资本 如其数额 总数超过其他事业资本额50% 应视为国营事业 你自己去问 敢回公文给本院 你没有公文问 你没有公文问 私底下问了某个人 就说没有 这个不是这样认定的 不算 法规会也不承认你有问过 你现在怎么跟我们交代 怎么交代 本会请你们查询 你用糊弄的 包启小委员 这一件电话确实是有打 我当时问了一个情形 我是问他是说 本会询问你一个事情 你要回答给我们的 你竟然不发文 不留文号 电话打了 你觉得这样适当吗 主委这样适当吗 然后我问了 他们没有人承认你问过 这样适当吗 委员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寻一正式管道 我们做一个正式的处理 你要处理他 还是处理这个事情 我们处理这件事情 当然 这样的询问要不要处理 在作业流程上 我们去检讨 这个相关的疏似 我们可以沟通 你不能糊弄 你可以有所本 你不能用骗的 国营事业的 转投资的持股 比例是这样算的 而且有司法院的解释号文 第41号 所以主委 我最后只问一个问题 像这样交叉持股加起来 我们自己交叉持股 加起来超过50%的 你愿不愿意把它列为 你们所属事业单位 送到本会受理监督 我们从规范上 我们必须要去检讨 这个事情到底是 这个方向你要不要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好不好 好 被监督没有影响 回避监督才会有漏洞 谢谢主委时间 谢谢主席 好谢谢委员 谢谢 谢谢 有请刘师芳委员 好谢谢主席 麻烦请李主委 李主委 主委 赵委长 我想大部分的我们的委员呢 都会集中在退府会的这个 尤其是转投资事业上面 那我想先问一下 有关于行政组织上面 有些人提到说退府会应该裁册 您的看法怎么样 委员任何一个组织结构 他都是因为他的需要 他才能够存在 那当然我们是为了照顾退府军人 让他有一个安定的生活 让在前线的时候 他可以去牺牲奉献 那么这是一个完整的制度 所以您不认为退府会应该裁册 我们从功能上来讲 我们觉得不应该裁册 是但是退府会 现在碰到有一些需要改革的方向 主委应该可以在你的任内来处理吗 我们勇敢地面对 我是希望说他能够朝着 好像你们很多人都提到 像美国退府军人部 这样的方向来处理 不要让人觉得说 刚刚您自己也提到 有所谓的肥猫条款 等等这些让人诟病 而且呢 以主委的个性 您是一个中正的中诚的军人 你也知道军人也有军人的尊严 不希望在退府之后 被人家指指点点 我想这对于我们中外国家军人的培养 以及他的第二 就是说第二段 他的生涯规划里面 也不是一个好现象 所以我就直接问一下 刚刚很多委员提到这个部分 第一个我们在 转投资事业高阶经理人里面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很多董事长总经理 除了从我们这个国防部 直接退役下来的 都是属于将军级的 这个比例很高以外 还有包括我们退府会的处长 比如说在我的资料里面 你看服务照顾处的处长 就学就业处的处长 退府会的副秘书长 就养处的处长 还有高雄荣服处的处长 为什么这些人 他们怎么那么厉害 可以担任这些董事长 跟总经理的职务 我想过去 我们如果说有弊端 或者外界有词意的话 有没有弊端 就是大家认为说 不应该由他来担任 那么他为什么可以从这个管道 他获得 那您告诉我 现在您上任以后 如果你没有 就是非常中肯 非常透明要处理这件事情的话 对于现任的董事长跟总经理 你要怎么处理 刚刚你的报告我看了 可是我觉得改革的幅度不够大 报告的这个戏目内容 我们没有这个想说 我利用这个机会 我特别跟委员报告 我们有关这个高阶经理人 他的资格条件上 我们除了放宽 他必须具有专业 根据公司属性 我们去检讨 他的职能之外 另外 这个从阶级上 过去是由这个将官 我们准备放宽到校官 那么另外 如果说民间有相同的专长 那么 能够协助这个事业机构 能够有协助的话 我们同样把它纳进去 民间有专长 你把它纳进来的话 那这个公司 为什么要放在退府会里面 我想你大概知道 退府会成立这么多转投资事业 其实是国家动用了一些预算 入股 不管它的入股 有没有超过百分之五十 甚至有是比较低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在照顾 跟在帮这个事业里面赚钱之间 两个的平衡点 你是放在什么地方做处理 我特别跟委员再报告一下 刚才我讲的说是 我们除了这个国防部推荐的人 另外我们从农民的这个 这个广泛范围之内 我们去这个找寻这样的人才 希望不要用这个 对事不对人 不要对人不对事 好吗 我想除了刚刚很多人提到 所谓的肥猫条款 虽然历届的退府会呢 都做了一些改革 但是改革还是不够大 譬如说你如果现在呢 去担任这个转投资事业的高阶经理人的时候 他可能退缝呢 暂时不要领 只能领这个董事长 或是总经理的薪水 可是外面又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他要暂时放下这个退缝 因为有的退缝还相当高 尤其是将军级的 我跟主委报告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收入 收入呢 分成固定收入跟非固定收入 你知道一个高阶经理人 大部分的固定收入 你大概知道说可能是十几万 非固定收入也相当的高 你知道他们如果包括 把这个工作奖金 还有三节奖金加在一起 有的比部会首长领的还要高 你知道吗 他们有那样子的能力 我们现在不把这个特例放在内 您刚刚有提到三菱重工这个事情 我们把台湾的放进去就好了 现在你所知道的高阶经理人 有那么的厉害 会比部会首长 比你现在的首长 你是部会首长级的 领的薪水还要高 他是何德何能 他是什么状况之下可以这样领 然后你们又规范说 他不能领太高 最高就到部会首长 但是他的工作奖金又很高 这是什么样子的规范 所以为什么外界一直会用 肥猫肥猫肥猫的这个方式 来批评我们的退府会的高阶经营的结构 针对这样的状况 我们好像是批评一件 修理一件 批评一件修正一下 你想不想把它做大幅度的修正 我所谓的大幅度修正 我直接跟主委来建议 就是我们的退府会里面的投资事业机构 会派董事跟监察人管理要点 可不可以废除 直接废除掉 我的意思就是说很简单 你如果仿效国营事业要有绩效 你赚得那么多 回归到退府会里面去 多余的这些经费 我们来照顾更多退除役的官兵 不管他是什么样子的职位退伍的 都可以 有没有可能这样试试看 直接废除掉 因为已经修太久了 你知道刚开始修的时候 是民国64年 经过七八次到现在已经104年 经过50年以上 你不觉得已经 不要用了吗 烂掉了 一件西装修了六七次 然后从那个64年穿到现在也太久了 有没有可能直接废除掉 我跟委员实际实况报告 我们这25家转投资事业机构 其实它所牵涉的范围 在我们退府会来讲 它是一部分 但是因为这一部分 让我们整个退府会的功能 只能受到整个外界的误会 我想我们必须要从这一部分 来做彻底的解决 彻底的改革 当然我必须要去全面面对它 未来是什么样的改革方式 当然我必须要从全盘来检讨 我想我请委员给我一段时间 我策略去检讨 但是这个方向你可以接受吗 废除掉 直接废除掉 方向我接受 但是呢 你接受废除掉 是 你接受废除掉 我接受这个方向 当然我必须要从整体制度 我们来看 我们如何去做到这一部分 这个制度您刚刚在报告里面有提到 第一个你会配合政府的长照制度 配合政府长照制度 对我们很多退伍官士兵来讲 长照也需要有人力 那个在人员的培训上面比较好 因为原来上一届的这个主委啊 他很希望说这个转投资事业留着 而且呢 还要朝着保全公司等等 越开越多家 那我们退除一官兵的辅导委员会 就觉得很奇怪 好像只要是退伍军人 只能去当保全 只能当警卫 我觉得这样是不完全对的 但是我们如果可以配合政府的政策 包括现在的老龄化 你最开始讲的 慕兵制 还有我们现在的老龄化 还有少子化等等这些 甚至我们的农民呢 是四年 四年就可以当农民的状况了之下 表示他从他的军武退下来 只有还是青壮年 还是青壮年他可以开辟到第二春 其实也可以帮忙他 甚至我觉得 如果他们实力够的话 未来我们国军里面的第四军种 第四军种是不限年龄的 事实上也可以变成是另外 我们可以在培养的对象 所以其实我们的 未来的退伍军人的走向 不要被污名化 退除一官兵辅导委员会 希望我们李主委可以 大刀阔斧来处理 如果主委同意我的说法 把这个董事跟监察人管理要点 废除掉 废除掉以后 怎么样可以跟国军还有我们国防部做一个最好的配合 包括年金的改革 还有长照服务的照顾方案 我觉得呢 本席或者是我们的执政党应该会大力支持 不晓得主委的看法怎样 我跟这个委员报告 我愿意从这个方向上去努力 当然我们希望的目标是这样 那整个从时代背景 然后我们如何进化到 普及全国所有退除一官兵 都能够同时同等待遇的 去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 当然这个是我们这个终极的目标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必须要大力大破 那么这个大力大破如何做到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会去通盘的检讨 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 如果你有这样的方向的话 大概是什么样的时间 能够把这个方案端出来 你要大破要大力嘛 大破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把整一个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董事高阶经理人的 这个会见的管理要点废除掉 然后把整一个我们的退府会里面的 组织职能要做一个大幅的改造 然后配合我们现在的募兵制 配合我们未来国防部 一个正在走的这个新的方向 要质量并重的方向 那请问你们什么时候 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大破跟大力的政策 跟方向还有策略 委员要的这个时间表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高困难度 但是我愿意在三个月之内 我把完整的构想跟你报告 三个月完整的构想好吗 因为我想你现在大概也知道 我们的立法院里面呢 所有的这个媒体都是公开透明的 那主委是说得到做得到的 我们很期盼 为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不希望退府会继续被污名化 第二个呢 我们希望退府会还是持续的存在 因为我也不同意退府会要裁测 退府会裁测的时候呢 我们所有的退府会的这些 75%以上的这些呢 全部要回归到国防部 让我们国防部的预算突然暴增那么多 在全球的排名里面 会觉得台湾是一个穷兵独武的国家 所以退府会应该是跟国防部分开来的 至于退府会要不要叫做退府会 或者退府军人部 我没有意见 但是它的组织 它的职能 它的变动 一定要能够与时渐进 所以我们对主委的这个期盼很大 希望能够撤除掉以前啊 这种对退府会的这种不名誉的这种方向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知道 退府会拥有相当大的荣种的系统 荣种的系统 未来再配合长照呢 是相当的好 但是我有发现到 我们的荣种呢 虽然有北中南还有东 但是呢 没有针对地域上 跟地方政府也好 或者是对于在医疗上面呢 做一个比较相当好的分隔 它只是地理上 一个在台北 一个在台中 一个在高雄 如果能够配合卫福部 做更好的 这种功能上 或是医学上的分类跟分工的话 其实更能够奠定我们荣种啊 在各地医院上面的相当好的这个名誉 您了解我的意思吗 有关荣种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 还有里面的人事等等这些呢 外界有一些诟病 那我也希望说 主委能够先深入了解 那我们再来继续探讨 可以吗 这点没有问题 好 那非常谢谢主委 我的询问到这边 谢谢 好 谢谢委员 谢谢刘世芳委员 有请下一位委员 江启臣委员 好 不好意思 委员长 主委长 呃 主委先问你 你会不会是末代主委 会不会 你答不出来 你要讲不会啦 会不会是 你有一点点头又有点想摇头 我的意愿上我希望能够替我们退辅会建立可长可久的制度 让国人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这个退辅会 当然我们也做我们退辅军人最好的支撑 让我们国防体系能够在我们退辅会完整的功能之下是一个完整的国防体系 所以主观上你不希望是末代主委 是 对不对 客观上 你似乎 有你的难处的样子 为什么这样讲 时代力量党团说要把你们废掉 民进党 当初的国防蓝评书里面有提到所谓的精进退辅制度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过 他的国防蓝评书你有没有看过 那他提到两阶段是哪两阶段 你讲的是第一个 主委你有没有看 我们把退辅会的功能去做 他的蓝皮书里面提到 现阶段要以强化跨部会的协调整合为主 那在长城方面 政府应该在下一个阶段进行改造的时候 严理将退辅会改立国防部 由军政副部长或另外设计一席副部长 并成立退辅军人事务总群 那是一个长期目标 同时他维持政府的五大功能 是不是 所以 从这 不管是时代力量党团 还是说民营党的蓝皮书里面 你们最终就是被裁掉 不是吗 我特别从 我们世界各国的退辅制度 我来跟委员报告 其实 但是在国防体系下 如果说单独把退辅军人这个事务 由国防来管的话 那太多的事务 它是牵扯不清 而且反倒它会变成 没有办法去处理好 就是他们没有效率嘛 是 对不对 会全责不清嘛 对 会求援兼裁判嘛 没有错 对不对 这些问题你都很清楚啊 但是你要讲出来啦 否则你们可能就被砍掉了 你就是末代主委了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制度不一样 有的国家 它是用法律来规范 因为立法院 已经人家把案子提出来了 还是我们站上去大力捍卫你们 但是现在这个案子 还是会到委员会来 所以说这段时间 所以你必须准备好 到时候到委员会里面 要争取你们存在的价值 否则你就被砍掉了 就被砍掉了 谢谢委员 那其实我想 主委你在军中那么久 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个制度的一个重要性 是 那蔡总统其实她自己也讲了 她在 你们自己也引用她的讲话嘛 你说 她说国军的融入就是总统的融入 总统愿意跟大家一起努力以赴之类 但是你们只引用了一半 另外一半对你们有利 结果你们不引用很奇怪 其实蔡总统还提到什么 她说要为国军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是什么 主委 她说是让军人成为一种吸引人才的生涯选项 让年轻人愿意投入部队 同时协助官兵培养军事专业的第二专长 进而再离开军队 因为我们在第二段的时候 第二段同样叙述这件事情 其实她讲的第二段讲得很清楚 对不对 但是这一段明显跟民进党自己的蓝皮书有点矛盾 所以我才要请教主委 到底你们现在的态度跟状态是什么 主委 你赞不赞成废 第一个不能废 第二个我们要支撑务兵制 如何去做最有效的推动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我很佩服主委 你可以讲出这样的话 就是不能废 而且要支撑我们的募兵制 是 让这个制度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也希望 陈如你刚刚讲的 你要坚持 你要自己争取你存在的价值 不要到时候真的成为末代主委 那第二点请教一下主委 我们整个退府体系当中 荣总这个医疗的体系算是非常庞大的 而且底下也有非常多的医 这些我们从事医疗的这些人员 在这边我们也感谢他们 长期以来为我们的健康在努力 那但是在整个民进党的国防蓝皮书里面也提到 要整并国军跟荣民医疗体系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军医跟荣民医疗体系 两个系统把它整合起来 变成所谓的国防医疗体系 你知道这个西部内容是什么吗 你知不知道 我想委员提这个问题 还是你也不清楚 因为他不是一个继承的事实 那只是一个构想 只是一个构想 那既然有这个构想 那一定有做法 否则这个证件是空的 对不对 到底军医 国军的医疗体系 跟荣民的体系 第一个 能不能整合 第二个 你整合之后 跟这个卫福部的体系 两者的关系是什么 其实委员问的问题 就是我们应该检讨的方向 那么如果说 这个荣民总医院跟军医院 整合的话 当然它也是一个资源共享 但是就它整个成效的发挥来看 恐怕不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所以你并不赞成 把军医跟荣民医疗体系 整合在一起 当然基本上 我不希望朝这方向 你不希望朝这方向 所以你到目前所讲的 很多东西 都跟民进党的蓝皮书 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我也很纳闷 他们为什么挑你当主委 我们从实务上 我们来看 要不要副主委上来解释一下 因为刚刚你所讲的 不管是这个 我们推幅制度 要怎么改 推幅会将来要不要留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医疗体系的整合 其实你都跟民进党的 国防蓝皮书 里面所讲的都不一样 所以这是代表 民进党的国防蓝皮书 应该要修改 还是说 你根本不想推动 民进党的国防蓝皮书 这两个势必要做一个选择 这当中当然 我是觉得还是务实 还是务实一点 如果这个蓝皮书里面所讲的东西 根本就不能推 那你主委跳出来 你扛上这个责任 我佩服你 我也欣赏你 你敢讲真话 敢讲实话 站在捍卫 不管是捍卫 捍卫我们军人的角度 农民的角度 甚至是广大的这些医疗体系里面 大家的这个权益的角度 那我佩服你 但是如果你不敢说真话的话 我会唾弃你 所以你刚刚讲的 不管是退服会 该不该留 你讲的应该要留 农民跟国军医疗体系 该不该整合 你也认为你不主张应该要整合 所以未来 那我们就要检视 是不是照这个方向来做 那如果 如果执政党对你刚刚的发言 都没有意见的话 那代表他们也尊重你的想法 这不是一件坏事 而是回到真正该做的事情 我以为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 我们来看 医疗体系 医疗体系如何去 它发挥最大的价值 让我们整个国家的资源 能够让全民所享有 我想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么至于说 到底哪些案子 是它的利 它的弊 当然我们必须要去 这个前办的分析 我没有任何 这个预设的立场 我必须从 我们退服会所辖的 农民总医院的这个制度上 我们来看 怎么把医疗体系 跟我们的长照法结合 以及我们现在的农家农福 我们去做最完善的照顾 我想不只是长照 主委你认为现在 农总体系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农总体系 农民啦 农民医疗体系啦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其实农民医疗体系最主要就是这 这三个农民总医院嘛 他当然有旁支的 可是整个体系最大的医疗问题在哪里 如果说委员能够指导我方向的话 我会去 这个努力去面对 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其实 他三个都是很大的医疗中心 他的医疗资源相当的丰富 那也导致了 大部分的民众 他在医疗需求上面的时候 大家都会选择到哪里去 所以对你们产生很大的医疗负担 所以这个从过去到现在 他一直都没办法疏解 一直都没办法疏解 还有第二个 你有一个很大的头 这个头很大 但是啊 那个四肢啊 几乎都没有 因为你们没有地方医院嘛 所以你里面的这一些 医生也好 院长也好 里面的这些主要的干部也好 他的那个升迁啊 也都有一些问题 还有缺乏地方基层医院的历练 全部都在医学中心 对不对 然后你们刚好跟那个 卫福部的医院啊 有点相反 卫福部的医院啊 是撒在各个地方上嘛 它都在基层活动的为主 但是你们啊 是完全是在医学中心当中 来做这相关的医疗工作 这中间有非常大的不平衡 所以如果说要谈整合的话 我是比较倾向于 你们怎么样跟卫福部的 去整合啦 去做互补啦 你们的医疗资源怎么样共享共用 我觉得那个是 你们应该要去想的问题 这问题我已经提过一阵子了 可是 虽然在地方上 我也想要去推动一些这样的事情 初步也有看到一些进展 可是我觉得那个还不够大 还不够大 荣总的这个被民众的肯定啊 我在这边必须给他们掌声 大家真的很努力 也得到民众的在医疗上面 照顾上面 大家都给荣总肯定 但是你怎么样把这个资源能够更有效的 扩及到需要的人身上 而不是让他这个急诊室啊 每天都跟菜市场一样爆满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荣总里面的这些医生啊 护士啊 他们有些是很血汗的 有的到爆肝的阶段了 你可能要去关心一下 下次我们可以排个考察去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中间产生很多层面的不平衡 很多层面的不平衡 所以如果说要谈什么改革啊 或者整合啊 这是我认为应该你们优先要去做的事情 那当然涉及到两个部会 就是你们跟卫福部 所以这又衍生一个问题 万一你们被废掉了 万一你们降级了 你如何去跟卫福部谈这些事情 叫国防部去谈吗 叫国防部长去跟卫福部谈医疗整合的问题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组织改革我想 还是比较务实的多层面去看 那不过我还是一句话挺你啦 不能废啦 谢谢委员 我也希望你不是末代主委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江启臣委员 有请下一位委员蔡思应委员 主席能不能请我们退府会里长州里主委 委员 主委 主委好 这个在咨询之前 我突然间看到一份你的资料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主委你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有接任陆军总司令的时候 你有曾经对全体官兵公布手机号码 这件事情你还记得吗 还有 然后之后 你还有去这个亲自到我们花 在宪兵司令的时候在花莲机场还战过卫兵嘛 这个宣誓就军人是没有问题的嘛 对不对 有这回事情吗 然后最后你还有设定一个司令部落格亲自回答官兵的问题 有这个事情吗 对 这个在您接任之后遇到有些人对你这个部分还颇为好评 您接主委之后会不会再设立主委部落格或主委Facebook来接受询问 我们现在在退服会这个全会里面我们一个很完整的交通体制 这个交通体制呢是所有的事情能够在第一时间之内 所以你的主委部落格或者主委Facebook就不设了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需求 但是呢因为我们分社的机构很散 那么我们会去从容服处的这一部分 跟容疆的交通 为什么我会这样问你 是因为有人在跟我讲这个东西 说这个主委可以延续过去在担任司令的时候 给基层官兵良好的印象 对于这些农民农眷的部分 是不是有让他们有一个直接向主委表达意见的管道 所以主委你可以考虑一下 谢谢委员这样的一个作法 这是我转达这个基层农民农眷告诉我的事情讲给你听的 好 再来 这个我们的退府会有几件重要的工作 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所谓的长照的部分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主委 目前我们的高龄化社会里面 每六个就有抚养一位老人 国发会预计在2018年的时候 超过14%以上都有老人 这里面包括我们的农民的人口 好 这张图是我们全国所有的农家 有16所农家 总共有7876个床位 但是呢 超过一半以上 这个空床率有100个 主委长 主委你晓不晓这件事情 了解 了解 那你自己对这个事情 初步的想法是怎么样 我们荣家的这个战床率 大概是83% 刚好是你的空床率17% 没错 那么这个 跟区域的这个属性有关 好比说北部 它几乎都是在满床率的状况之下 当然我们希望说 有这样一个需求 我们能够尽量去协助它 能够入住 但是呢我们这里面的条件是 第一个 你是年龄越高 那你的优先顺序 等级越高 你的阶级越高 你的优先等级放在最后面 那么士兵比士官 比军官 都要来的优先 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考量 那么所以说 我们如果说 你这个荣家 他是满额的状况之下 我们会运用 我们荣服处的资源 我们让他转介到其他荣家 那还空的呢 空的的部分呢 我们目前 我们正在四半 开放给一般民众 那么这个计划 行政院正在这个核定当中 那么如果说 将来整个四半的这个效果 很好的话 当然我们跟地方政府 主动去协调 好 所以这个策略方案 就是跟过去董祥隆总组 延续下来的 继续的方案嘛 对不对 好 那我想请教授 你说这个方案 目前 你们还需要报行政院吗 需要吗 因为这是一个跨不会 我们从这个 确认一下 因为我听之前 董祥隆总组 告诉我说不需要 直接跟县市政府洽谈就可以了 但是站在我们整体资源 跟资源共享 我们必须 所以你有确定你有报 不是不是不是 主委这个 因为这样前后两位主委 讲的内容就不一样了 前面的主委告诉我说 你们有发函给各县市政府 直接请他们就是做 相关的服务提供 也就是说已经在执行 我请处长 处长你现在的意思是说 你还要报行政院 这个东西 委员好 我是旧安养护处处长赵秋莹 这分两个部分来跟委员报告 您刚刚提到的是 我们现在的资源共享 对于地方政府的低收中低收入户 我们确实跟地方政府有个协议 只要他推荐过来 我晓得啦 那你说送行政院有什么东西 那现在是一般 一般的 一般我们是除了低收中低收以外 一般的民众 我们要开放给我们的台湾子民 那这个是在3月16号 在董主委任内 我们报的行政院 那行政院有些审查的意见 比如他说收费的标准 比如他说转介的对象 我了解你的意思了 那麻烦你把这个公文 再一份副本给我 是 可以吗 好 没问题 好 再来第二个事情 我们有许多的这个退附会 有所谓经营这个绩效 我们前面几个委员都问过了 重复的我就不问了 有几间公司 我在测试再询问一下 欧星环保的目前 最新进度如何 欧星处长会 我也好 我是事业管理处长 欧星环保这一部分 我们其实在102年 就报了行政院 因为他从公司成立到现在 我了解 这个我都上面有写 所以说他现在 我们要事故 我们现在在请 那个相关的评价机构 建价公司 在做他整个 有薪资产的建价 建价完了之后 我们依据建价结果之后 你完成了没有 现在走程序当中 还在办理建价当中 还在办建价吗 一般建价的时间 要四到六个月 你们之前告诉我说 现在差不多会完成 对 但是还是要给公司 因为那是委外的公司 有两家公司 在同时办建价 要给公司一些 那什么时候他的期末报告 会出来 期末报告出来 我回去再详细了解一下 期末报告之后 就赶快告诉我 好不好 好 第二个事情 还有另外一间叫国华海洋 这个你们的说明里面说 你们要把它转型成旅行社啊 不是 我们跟委员报告 国华海洋公司 其实在去年 我们处理最后一条 龙邦疫号的船之后呢 这公司我们把它重新 办理任务亏损 所以减值 从原来的资本额 2亿5千多万 今年减值到1亿 然后呢 现在目前为止 公司是 第一个已经改名 叫国华实业公司 第二个已经到 经济部的商业市去登记了 然后呢 整个营业项目 我们要重新调整 调整的目的是 第一个 我们希望能够 未来能够结合 四到九年的 目标志这个 做他们一个转业的需求 或将来后续的需求 所以说 我们都很慎重来评估这个事 第二个 所有的这些资金 都是国家的资产 所以我们在使用这部分 我们都非常的谨慎 那你还没归后完吗 你不是那时候就告诉我 今年就会归后完毕了 对 报告委员 要给我们公司 公司 但是现在的董事长 是由我们龙桥的 谢董事长兼论 要给他一点时间做规划 所以还没规划出来 因为对市场 要整个做市场调查 是需要审慎评估的 好 再接下来一个 我们之前退府会 有说要成立保全公司 这个事情 这个大院已经决议了 叫我们暂停 所以我们一大院的决议 现在都暂停了 所以就没有了 绝对没有这个事 好 那我再请问一下问题 这个 按照相关的调查 国军的退厨役官兵 辅导就业最多去的地方就是保全业 对不对 是不是 这部分我手上没有资料 我是看媒体报导的 所以 这个谁会知道 请说可以 委员好 我是就学就业处的处长 我们接推官兵 转业 我们按照行业别 目前来讲 最高的是保全业的 那第二个是 物流跟仓促业者 第三 是这个企业管理有相关的 那目前来讲 我们早期 就是近五年来讲 从事保全的这部分是从事成 目前 逐渐的往下滑 现在大概三成一左右 三成一左右就对了是不是 ok 好 这个我让你知道一下 好 再接下来啊 我们这个持股率跟安置率的问题 在这个 2008年立法院 就有决议做一个东西 就是在这里 这个安置比率不得低70%的部分 是 那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到目前为止还有许多家的公司 这我想给主委让您知道一下 还有许多家的公司 事实上安置率还是低于我们的持股率的部分 是 那我还想再问一下 你们认为什么时候可以就这个部分把它补足 呃 其实安置率低于持股率 如果按照大院的决议啊 我们现在所有公司都是安置率不低于持股率的70% 所以但是呢有一些公司啊 它的确安置率是低于持股率 像新雄新南跟新章这些公司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型的 像新兴科运跟大南 那新兴科运跟大南的原因是 他需要很多技术有证照技术的大科车驾驶 那这些人呢 国内只要旅游业一景气 他很容易被挖角 因为他到这边要停缝 他到那边必须停缝 所以说这种情况也会导致他的 整个安置率的持续下滑 还有一些公司像泛亚公司 他是有很多高技术的 他必须有相关的证照了 工程技术证照才能进得去 所以这部分也是列入未来 我们要辅导就业 所有这些基础证照班的 辅导的一个重点以上 OK 好 最后我再问一下我们的这个 主委 我们退府会有许多的转投资事业 刚才我们几位处长都有报告 你大概也都听到 我想你们内部开会 也都讨论过这件事情 主委我想你刚才你有讲到 日本的案例 你认为就日本 或者是美国 日本有没有退府军人部啊 没有 没有嘛 美国有嘛 因为他是自卫队的形态 所以他不能够去有这样一个退府制度 那所以他没有 那他们的退府军人之后怎么处理 他是由他的法令规范 直接法令规范 企业企业 企业优先运用退府军人 我了解 那美国有退府军人部嘛 对不对 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 美国的退府军人部 有没有转投资事业啊 因为他是退府军人部 所以他没有事业机构 所以他因为是部 所以就没有事业机构 是这个理由 那退府会大家有说 要转成退府军人部 那你们不就要反对了 因为如果你们转成退府军人部之后 我们的这个处长 你就要被换掉了 因为这个单会就完全没了 部长你的意思 主委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报委员 这其实我跟委员做补充 其实我们的国情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所以我们当初成立退府军人 退府会之后 我们有这么短投 也是为了安置那时候大量从 我知道嘛 那些人到现在 占你们全部的比例多少 比例我们现在大概 说25家公司 不是啦 我是说你之前要安置的这一群人 到目前为止 占你全部农民的比例 比例当然是逐年会降低 因为随着老人家逐年的萎缩 但是逐年降低 逐年升高我就不相信了嘛 是的 所以我要跟你讲一句说 目前 你们大概 我刚才你们讲了很多嘛 所以我刚才问你说 美国 没有嘛对不对 日本的退伍军人的相关的义务里面 有没有成立相关的企业 辅导他们的就业啊 有没有 主委你所知道的 你的好朋友 在这个日本的 有这个东西吗 有 有吗 有 日本的 因为相关的企业 日本的 日本的 日本的这个退伍军人 他们的相关单位有投资吗 没有投资 对嘛 没有投资嘛 但是他们相关企业是沿用 那当然是鼓励嘛 好 那我再问你一下 这个全世界各国 比较有名的国家 里面有成立退伍军人单位的 比如像法国好了 是 法国有吗 法国有 法国有 你确定吗 法国有成立什么公司啊 法国它是 本身是 是法国的 国防及退伍军人事务部 对啊 我说他有退伍军人事务部 我就说 他这下面有成立 转投资公司吗 没有 也没有嘛 对不对 这个 2014年监察院有出一份 关于 退伍会的 报告 我不晓得这个 李朱伟你有没有看过这份报告 我看了 你看了嘛 是 里面大概前面就是把所有各国的退伍军人事务 大家都列出来 看一下 有哪些国家成立退伍军人部 是 哪一些国家他们做什么做什么 我觉得写的还蛮详细的 是 里面我看完了之后 我就发现说 这些国家 对于他们的退伍军人的 照顾的主軸方向 是 跟我们目前有点点不大一样 是 但是我后来发现 主委刚才你所提的三大工作面向里面 包括说年金的改革 或者 鼓励他们的这个就业率的提高 这个大概跟 其他国家 退伍军人部 工作的主要的方向 应该是这样 是雷同的 是 我为什么这样讲的原因 把这放在最后面的原因是因为 我认为 我们的退伍会的重点 应该是要辅导 做这个职业训练的这一段的部分 而不是说我们成立了很多家的企业 然后把他们安置进去 这我认为是不大妥当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行业有它专门的一个地方在这边 我们退伍会 我刚才为什么还 讲说 你们有说要成立 之前有成立保全公司 也要成立旅行社 然后过往成立天然气公司 那真的我们有农总医院等等一堆的 其实我觉得这些行业 如果是真的交给专业的单位来经营的话 我相信他们的经营的绩效 一定会比我们退伍会 直接派人去经营的绩效来得好 那退伍会可以做什么事情 退伍会目前我们去投资这些是因为 我们有个基金去投资嘛 对不对 其实我认为 我们应该就是做一个 纯粹投资者的角色 将这投资出来收益的基金 就这个基金的部分 来作为我们相关的职业训练等等 而这个所谓的 什么会见人员那一些 我认为应该转有其他相关的单位 来做正式的合法来运用 比如说天然气的部分 也许跟中油做相关程度的策略联盟的部分 就是他们来 来推动更专业的一个人 我相信他们的经营绩效 也许会比我们 我们纯粹由退伍会推荐的人 来做得更好也不一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刚刚讲的讲说 之前问你什么 国花海洋那些东西 还有你们是有讲说 要把它整个close收起来 否则事实上 我觉得这些公司 再继续成立下去 我觉得只是这个 就是已经 就是一直把它拖 歹系拖棚这样 一直拖在那边 事实上我认为 这不是我们退伍会 应该要真正做的 核心的工作的项目 那最后一点 我想拜托一下我们的主委 刚才我们几位委员 有提到 就是请你提供相关的资料 那我觉得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重要的议题 就是说我们未来 退伍会如何转型的问题 我认为这其实也是 我们主委 必须要 特别去思考的一个东西 那当然有一个说法是说 把退伍会 跟国防部合并嘛 然后有一位副部长 监管退伍军人总局 这是一种概念 或者是说 但是这样会不会造成说 国防部的预算太过于庞大 那当然就是 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 又或者是说 把退伍会 转型成退伍军人部 那专门就是在做 刚才我们主委 你所提的那些工作的项目 我想这些就是 值得思考的 那我们主委 您坐这个主任委員的位置 我认为你可能在 就这个部分 你们自己内部 要提出一个 未来的一个 评估专案计划出来 以上 谢谢 我认为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我给你做很简腰的报告 来 强攻 强攻 我们从退伍制度来讲 中共它的国防法跟兵役法 它说你从哪里来 从哪里回去 那用这个地方政府负责 所有退伍军人 他未来退后的照顾 以及军舰后续的救养 就医的问题 这是齐全国家 但是我们站在民主自由发展的国家来看 我们军人到底怎么样 它有一个退后完整的制度 来支撑它在前线 愿意牺牲奉献 那么当然 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 替国家利益 以及如何照顾军人的这个角度上来看 所以 我们退伍会 我们如何去扮演 我希望在转投资事业上 我抛掉历史的包袱 但是呢 我能够全力的把木兵制度 能够推行成功 我想这是 在我们退伍会任内 我们重要的工作 对啊 所以我才说你参考一下国外的经验 正好地思考一下 好 谢谢主席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下一位请徐志荣委员 那在马文君委员 咨询告一段落 我们先休息一下处理临时提案 徐委员 请 谢谢主席 主席 主席 我想请主委 李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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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 而且你在许多职务上都有新的观念 新的做法 而且最让人撐道的是 您在民国99年以中将司令之尊 好像也去 即将当战卫兵 以身作折 让大家都很佩服你 我也在这里期待 期望我们退补费能够发挥最大的效能 但是呢 我们时代党团 在上个礼拜五有提这个复议案 也在我们政党支持下 现在也确定 要将这个裁册 退补费的这个议案 要送交司法法治 以及外交国防联席審查 按照这个程序呢 我们出笔界表 隔壁的司法委员会 他要的话 他可能在下星期他就可以排案了 请教主委 如果到最后 貴会被裁册 您的看法呢 您会不会担心 真的最后我们退补会 遭到裁册 我们从整个国家整体 这个方向来看 退补会如果裁册的话 那是我们国力大大的损失 因为退补军人的 如何安置照顾 是我们退补会主要的职能 我们只有把退补军人 能够安置妥当 那么军人才能够说 他有于去面对战场上 他执行任务 所以说 当然每一个单位 都有他有需要检讨 改进的地方 比如说 有人说我们退补会 比较没有照顾到基层的士官兵 可能我们对高阶的一些退休的 有肥猫的 这些意见 我也不在这边重复了 我相信你也知道 听到很多这个声音 该怎么样改进 你应该都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 可能也有准备要怎么样去改革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就照刚刚我们江启臣 江委员讲的 我们退补会要不被裁册 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论述 我们退补会存在 是有怎么样相当的必要 你也知道 现在在立法院的生态 我们公民党的委员几个 你也知道 我们是少数民族 我们就是要怎么样表结 时代力量加上 我们的执政党怎么表 我们也表不赢了 我们要怎么挺你 也没办法 所以你要自立自强 把我们退补会要存在的 这个原因 你要有详细很好的说辞 让大家来认同 我们退补会才可以存在下去 不但是我们江委员讲的 不希望你成为末代主委 我也不希望你成为 我们这个退补会被裁册的筷子手 你也不要当我们退补会 这个单位 你也讲过有几任的 打好基础的这些主委们 这些跑者们 你不要当这个 我们退补会的历史的罪人 甚至于 我是不知道 当初我们总统 怎样去邀请你的 那现在 现在 连民进党 执政党 也赞成 要采策这个 退补会 我是 提醒 主委 你可能对退补会 也有满心的这个抱负 但是 你不要 你要在你的任内 来 把这个退补会结束 你看着他们苗头不对 真的 党都挡不住的时候 真的要裁掉的时候 我建议你 你就先辞职 不要当最后一任的 当然你的 刚才讲的 退补会存在的 你要很好的说辞的话 可能会改变多数委员的 这个想法也不一定 那就不需要 我是说 看到苗头不对的时候 你就不要 你就快点 不要当最后的一任的主委 这样子 不要在你的任内 把退补会结束掉 这样给你一个建议 您有什么看法吗 特别跟委员报告 人是国家的 尤其 我从 50年前 我就受国家的栽培 当然 我要替国家服务 我要替国家做事 我要替国家建立 完整的退伍军人的辅导制度 所以我勇敢的面对他 我相信 绝对不会是一个末代的主委 而且我们会把退补会 让国人信赖 它是一个值得 让我们国力发扬的一个重要部会 我非常认同主委你的讲法 希望您的说辞 能够给多数的 不管任何党派的委员 都能够认同 这个案子才不会通过 通过的话 你想不测 你也没办法 所以我大力支持主委 你好好的说辞 也有好好的作为 给大家认同 好不好 是 谢谢委员 主委 我再请教一下 剛剛也有问过 我们有16处农家 剛剛你也报告过 你也知道 我们有87%的住房率 有17%的空床 当然 在整个国家来讲 空着床 你要开放给一般 非农民的老百姓 也可以进驻 我想这个也不是说不好 当然 基本上 非农民的 应该是地方政府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空床 如果空湿空着 当然北部 照你讲的可能 比较满 南部可能空床就比较多 当然我们也不浪费 国家的资源 所以 你这个送审的结果 我是不知道 三叶送审 现在是不是有过了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主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浪费国家的资源 我们有这个空床 就是给非农民身份的 我也没有意见 但是 一定不能排挤到 我们农民的这个潜意 一定要他们有优先 当然空着空着 再给非农民的去利用 这个也是合理的 我是担心说 开放的非农民 会不会排挤到 真正我们退伏会 下来要照顾的这个农民这个欺块 如果不排挤到他们的潜意 我认为是说还OK的 原则上我们在条件的这个 优先顺序上 当然我们是以照顾农民农眷为主 那么在有这个相当资源的状况之下 我们释出给地方我们做共享 因为那个到农家的 他不是生病还是什么 不是说去住个一个 离拜两个礼拜 他就退院还是怎么样 他可能身体状况还好的话 他可能住N年 住很多年 那很多年的话 那你开放以后 虽然空着十七八 开放以后就住满了 那到时候真正有农民身份的 想要住的时候 他们都还在住着 那您可以请非农民的说 他已经在住的 我有农民身份的要进来 你们要出去 我才有位置给他 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包围委员你好 我是救安养护处处处长赵秋莹 您的关怀我们都收到了 我们一直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所以说我们在占床率 保持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我们的这农家就不开放 其目的就是刚才您所提到的 我们要保留一个余裕的空间 给我们的农民 就是优先的安置 那九十八以下的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余裕的床位 我们就开放给一般民众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兼顾到 照顾我们的农民农眷 还有把资源共享 扩展给我们所有的台湾人的民 以上 这样我认同 最后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 今天有北中南我们龙总的三位院长 可以请一下吗 好 请三位龙总的院长 张院长 徐院长 刘院长 三位院长好 你好 好 虽然不是我们这个政府会的这个主题 但是最近很夯的议题 就是美国猪进口的问题 当然要请教三位院长的就是说 你们在医界也可以算是得高望重 在很多的资讯里面 就知道寒瘦肉精的这个猪肉进口的话 主席 喔 还有两个 进口的话 对心血管 对癌症 对孕妇 都有很多的很大的影响 主要请教三位院长的是说 在你们医界的观点 您认为 美国含瘦肉精的猪肉 适合进口吗 从南院的先请一下 请教一下好不好 高雄 院长 您就不用客气的直接 是 报告主委 报告委员 这个 在医界来讲 食安是每一个都要重视的 但是对于瘦肉精或者是说猪肉是否要进口 这些呢 事实上是要看政府的政策 不是 我不是问这个政策的问题 我是说 含瘦肉精的猪肉进口 对人体 为什么要请教你们 因为一方面 你们是这个 医界的这个 德高望重的 这个 专业的 然后你有三个医院的病人 还有分院 还有16处的农家 以后的否食 里面有可能会吃到这个猪肉 我主要是问你 这些 美国豬 含瘦肉精的猪肉 对人体的健康 有害吗 有反害吗 就这样子就好 瘦肉精是有反害的 但是看它的含量 和管控 好 那个内脏就更厉害了 台中农总的 委员好 台中农总院长许慧恒 但在医学的观点 瘦肉精是会造成心肌头痛 这些 但是短期的症状 是有的 这个文献上都有报告 好 谢谢 那请台北 委员好 台北农总院长张德明 您说那个瘦肉精的问题 基本上如果您问人类的用药 我是没有问题 但这个东西说实在 没有做过特别的研究 您认为 主席再借给我一两分钟 您认为瘦肉精 对人体没有很明确的 有反害 如果量多的话 一定是当然是会有 所谓量多 你也知道 我们台湾 我们中国人吃猪肉的这个习惯 比美国人都不一样嘛 都高于七倍嘛 那你所谓的量到哪里 是要怎么拿捏 好 我总归的 我总归的 主要的建议就是说 我们委员 退补会有定有 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 容易国民之家 善事管理作业要点嘛 有定这个 万一 美国猪 我们没有能耐 挡得住 会进来的话 我希望 会 能够修订 刚才我讲的那些要点 民文限制 我们的农家也好 我们几家医院也好的伙食 不采用进口的美国猪 好不好 可以这样子做到吗 对于 我们所有农民的食安的问题 我们是采一阵标准 我们共同来参考 那当然 有坊间如果说有任何 食安上的疑虑 我们会做一个全班的处置 我想 那我了解这个委员的顾虑 那当然我们会去做非常高标准 来照顾我们的农民食安 因为只有我们可以控制得到啊 你修订这个的话 真的进来 你说有怎么样标示 夜市也好 餐厅也好 他怎么买 那个消费者他不知道啊 但是我们退补会里面 我们自己可以内部自己控管 我不去采购这个进口的 主要是对我们16家农家 还有我们三个大总医啊 还有分院这些病人的健康的 本来他就生病了 再吃那个病伤加病的话 我主要的用意是在这样 好 虚委员 请咨询时间 好 谢谢委员 谢谢 谢谢 好 下一位 我们请林长佐林委员 我们请部长 主委 主委 来我们请李主委 主委 我也好 主委你好 首先我想要先就时代力量 已经提出的这个整病退补会的事情 我相信在复委以后 我们会有更多的细节的部分 可以讨论啦 但是我想先问现在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新闻局的业务 新闻局已经整病了 但是他的业务现在是全部变成没有人做 还是他转到其他专责的部门 当初 新闻局 对 他猜测的时候 他同步的在行政院设立一个发言人士 那这个发言人士呢 他把这个新闻局的工作做了概括性的一个整合 那当然 其他 继续 例如 那还有国际宣传现在是谁在做 本来是新闻局嘛 这个大概在我们的业务考量 是在外交部 在外交部 那影视音乐的政策 现在是哪一个部会在做 我没听懂我的例子 影视、电视、电影 还有音乐的政策 本来在新闻局 新闻局整病以后 他现在在哪一个政府部会做 委员所提的这个跨部会的这个领域 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定制 我告诉你他在文化部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 本来新闻局的工作 整病到不同的部会 专责去做以后 新闻局虽然没有了这个局 但是他的业务 并没有变成没有人管了 那同样刚才我相信 主委也知道 世界各国 例如说法国 其实也有很多是把退辅会 退辅的工作 放在国防部里面嘛 也是有一些这样的案例 有部分的国家是这样 所以我想未必是 只有一个独立的部门 才能够把退辅的工作做好 把这些这个 这个我相信以时代力量的立场来讲 我们届时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审议的时候 我们会详细的来诠释说 为什么我们认为 从招募训练服役到退休后 以及退休后的辅导 都应该在同一个部会里面 一条边的来管理 那我们相信这样会比较有一贯的政策 我们也不是主张说 就完全退辅会的本来的这个业务 就都放弃 所以在这边我想 也可以让退辅会的同仁放心啦 我相信目前 即便主张整病的 也没有认为各位的工作不重要 而是怎么样能够有一致的这个管理 那在这边我想 先秀两个这个 呃 画面 让这个主委知道 各界 我相信各界对于退辅会的批判 呃 主委应该都知道 包括这个监察院啊 还有像预算中心啊 那当然有太多的委员提出各种批判 那我想请问主委是不是都知道 我了解 同时也 了解委员刚才的立场 但是站在 我们如果说要替这个制度 做完善的规划的话 专责机构 当然是有它的比较性 我想这个我们在之后的时候 我们再来审议 那我想比较重要的是 我可以看得到你们这一次的报告 跟这个过去旧政府的报告 看起来 你们的确有一些改革的决心啊 我可以看得到 强调的部分 也跟之前上一次 我们在咨询退辅会的时候的报告 有一些略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可以感觉到 你们想要改革 那在推动改革 所以因此我要重复来讲 我之前对退辅会要求的 几个很重要的资讯 那最后都是被非常潦草的回应 我想第一个 我们要求持股 持股过半的公司名单 结果我不知道主委是否知道说 结果我们得到的回应是说 按照相关的规定 并没有计算的方法 我想主委你知道什么叫做 持股过半的概念吗 我想听听事业管理处处早 他如何来说这个事 委员好 我是事业管理处早 关于委员上次在上次的委员会里面 关心这个问题 后来我们回去查证了 相关的法令规定 里面有两个法令规定 有对这个有解释 一个是国营事业的管理法里面 它有一个规定 就要政府实质出资过半的才是 第二个是在102年的时候 最高法院他有个刑事判决 他的刑事判决里面讲 政府出资资本额超过50%的公司 依国营事业法的管理法 第三条的相关规定 故属国营事业 唯所谓政府资本 自需依由国营公布 这个我都有看到 其实你们也有回给我 所以我要问 本会恰循行政院法规会表示 国营事业管理法 未有该等认定及计算方式 就是说你们没有实质过半的计算方式 是这个意思吗 我跟委员报告 委员指的是我们转投资事业里面有交叉持股的这一部分 其实他们这些所有的公司 通通登记在经济部的 通受经济部的商业司来管理 所以说他们登记就是民营公司 那我要问的很简单 既然是民营公司 就有民营公司的习惯的做法 而不用管什么国营事业管理法 他是怎么认定 我要知道是实质过半 也许在我们的政府的条列里面 他不是国营公司 但是既然你说他是民营企业 我们一般民间怎么算实质过半 这个大家如果有稍微做过生意 或是在社会里面走打一个 就知道了 你青菜问也知道 什么叫实质过半 你转投资到A A再转投资到B 你A里面本来持股多少 就是你的 可以再算进去的嘛 所以你现在又说要依照这个 可是你又说他是民营公司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 我只需要知道实质过半 即便他在政府上面的条列 他不是国营企业 但是我要知道 我们有哪些是实质过半的 有没有办法算出来 包委员 我是主任秘书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其实我们谈的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我们先定义什么是国营事业 因为我们说国营事业相关的东西 要送到立法院来的时候 那他第一个他算不算国营事业 那我们再算国营事业的话 是以直接的持股 那你会不会建议我们 国营事业的法律 那个是另外一个 另外我先回答 我现在就是说 刚才委员讲强调的 实际上是谈到一个直接持股 跟交叉 就是间接持股交叉持股 那这个东西 事实上我们不否认 如果这个过半 事实上是要对公司 有实质的控制力 好 我想委员大概是在讲 这个实质控制力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按照财务会计 准则公报 里面相关的规定 那交叉持股 这样的计算是超过 那这样他是有实质控制 这是有实质控制力 没关系 其他的规定没关系 你让我知道这个列表 不要不回给我这个列表 主委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这些立法委员 代表人民在这边咨询 希望知道实质过半的 你们不要说 他们不是在计算在 是国营事业等等 我们就是要知道实质过半 也就像刚刚主任秘书说的 他其实是有实质控制力 我要这个列表 是不是合理 上一任的旧主委 回给我们旧的这个退辅会 回给我们 是没有写给我们列表的 所以希望这一份可以 谨慎的给我一份这个列表 第二个我说 我要知道每个公司 退休金提拨的状况 只回给我说 上符合劳动不支 辅导做法 我们有几十家公司 我要保障的是劳动的权利 勞工的权利 融电的事情发生这么大 最后还要用我们本来 退辅会自己的基金 来去负担 这个事情 不能只用上符合劳动部的辅导做法 所以我要的是很清楚 上次也讲很清楚 所有的公司 退休金 现在提拨的状况 就是一个列表 够或不够 大家会有 人民也会有判断 他们的这个劳工也会有判断 绝对不是用这个退辅会 一句上符合劳动部的辅导做法 是不是符合 大家可以一起看 所以我想请问主委 你认为我们要求 清楚的 所有的这些公司的 退休金的提拨状况 这是不是合理 最完整的提供 好 那第三个我们要求的是 转投资公司董监事会工会 代表的制度 里面我要问 我们是不是可以要求 应该要有我们劳工的代表 因为这些劳工很多是我们要 我们辅导转职的这些 退休的这个士官兵嘛 所以我们希望知道 但是我知道 结果你们在里面写说 那我 那个 安插高阶降临进去当老板 就有就有办法 我们在安插 他们的自己的亲朋好友 进去上班 就有办法 结果我们今天希望 有一席 勞工的代表 进去当董事 一席而已 就没有办法 那你还要怎么保障他们的劳动权利 委员我跟您报告一下这个 委员观念是劳工权益这一块 这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我跟您报告 依照国英事业管理法里面 国英事业才可以 才需要 一定要派出法定的劳工董事 但是民营公司里面 委员要知道我们的持股 几乎都没有超过50% 所以 民股一反对 表决一反对 你还是没办法是劳工董事 是啊 我了解 但是我们必须 以人权为高标 以劳动权利为高标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董事会 跟民股董事 希望能够 他们能够取得 取得共识 我们可以去 基本上 但基本上 在表决的时候 因为没有超过50% 都还没有开始表决 你都还没有提 我会跟你报告 我会透过董事会 把委员的意思 转告我们所有的 你们要先努力试试看嘛 今天哪有说 安插高阶将领 就没有问题 我们会的 怎么会有说 他们那些高阶将领 要安插自己的 亲朋好友上班 都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说 可不可以有一个劳工代表 说股权实不如 各民股之结合 影响力有限 那你根本 连老板你都没办法派 您这部分 我们会是努力 我们一定会在 最近的董事会里面 大家提出来 而且我们明明就是 董监事实质的多数 在很多地方 大部分都是我们的人 所以我们要努力 去合中联合 找民 而且你不要认为 民股就一定反对 对不对 那何况 我们还说 我们是要保障 我们这些 退休的士官兵 去上班 所以有他们的一个代表 在董监事会里面 就是我们保障的方法 要不然我们退府会 要怎么保障 他们只能练习旁听 又不能看公司资料 他们又不能表决 又不能提供任何意见 所以我强烈要求主委 我们必须这样的规范 我们来做好不好 是 拜托主委 拜托主委 感谢主委在这边肯定 这一个方向 一定要有劳工代表 这个 如果我们要保障 这些退休的这些 士官兵的权益 就一定要有劳工的代表 感谢 可以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下一位我们请 陈婷飞 陈委员 谢谢 谢谢主席 我们请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 主委 我们大概在3月16号 我们委员会有一份的提案 就是希望说 我们退府会要在一个月内 提供有关新自备天然气事业 中国国民党股权转让 与股东名单的资料明细 这个部分是在我们3月16号 我们通过的 那么 我们退府会 也给了我们一份 但是这一份 我看到的是我们退府会 好像传真机一样 就是把他们公司 给你们退府会的 你们也没有去了解 到底它的真实性 还有它的内容是什么 就直接又传给了我们 所以我觉得我们退府会 在整个管理部分 好像就是一个传真机 我们给讯息 要求退府会要去监督 我们就把我们委员要求的 再Pass给所有新自备的天然气公司 然后新自备的天然气公司 再Pass过来给退府会 退府会再转给我们立委 我不知道我们的监督机制在哪里 光我们看到这份资料 我要问主委 你认为 资讯公开透明重不重要 让大家可以真的监督重不重要 我理解委员的这个说法 我们按照委员 对我们的指导 我去重来一次好吗 再重来一次 麻烦主委 因为这份资料 我们觉得很讶异 他写了那么多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敢把它放上去 他里面跟我们讲 委员这是密件 个人资料保护法及营业秘密法规规定 请勿公开 多严重啊 当我拿到我以为说 这里面有多么机密性的资料 不好意思 里面写的 不同意提供转让股权资料 这是属于个人的资料 所以不予提供 那请问 都不能提供了 他还算机密吗 还是你们自示的做法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主委 因为我们希望新政府上台 在我们退府所属事业机构改革 是真的能够看到一个新的曙光 改革很重要 但是退府会 我没有改革什么 就是我们退府所属事业机构 他的管理 就像过去大家认为 有很多的肥猫 我们认为用肥猫这两个字 我们很激动 我们对于我们的退役匠 你觉得不公平 好啊 那我们就把它做成公平一点 让它可以公开透明让大家检视 那么肥猫两个字就不见了 那当我们越来越去掩饰所有的事实真相的时候 当然这两个字就会一直跟我们 所以改革契机从现在就要开始 所以我们期待主委 这份资料报告 希望可以重新更正一下 为什么 你看一下人家之前 在我们现在网站当中可以看到的 很清楚就已经点名了 新融天然气 当时候中央投资公司 在1999年11月就转让了10%的股份 星星也转让 星云也转让 星家也转让 星蓝也转让 星银也转让 星高也转让 星雄 星平 星泰 都有转让 而且何时转让的人家资料都非常清楚啊 为什么以前可以现在不行 我们就要检讨了 我们改变 我们也把所有的资料公开 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转让的 是不是有左手交右手 我们一次把它公开 公开之后大家就没话讲了 你反而用这样子机密文件 然后跟我们告知的是 不好意思不能提供 让我们更多的疑虑 更多的质疑 所以主委 比照过去 既然我们可以看到 到底什么时候转让股权的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知道 到底转让给谁 公开嘛 如果没有左手交右手 那大家最好啊 而且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大家的质疑 到底是因为 这几家新自备的天然气公司 除了我们自己所派任的 有很多都跟国民党 有非常相关的关系 他的董事长 关系都肥浅 所以我认为我们资料公开之后 我们也是替国民党在洗刷 他们过去被误会的部分啊 我觉得大家都好 反而越是掩饰 大家的问题更大 所以主委这是我提醒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也是我们 退府所属事业机构的改革之一 我们的安置基金 转投资事业安置率 是不是有低于我们的持股比率 这个部分在我们的法规当中 是要求一定要高于我们的持股比率 对不对 我们的安置率 是不是 是 是吗 应该没错吧 但是我们看到资料 等一下 在103年的时候 103年的时候 有8家 有8家他的持股率 低于 高于安置率 也就是他的安置率 低于持股率 有8家 远容气体 心心客运 心脏天然气 心灵天然气 心南天然气 心雄天然气 欧心环保 容民制药 有8家 对不对 对 好 没错嘛 就是我们的持股率 高于安置率 而且不是103年 101 102 一直都是持续这样的状况 所以有没有被检讨 好像没有嘛 有没有 我们请事业管理署 报告委员 有 针对这些啊 尤其是您刚才讲的 新雄新南这些 我们没有派高阶经理 没有办法再啊 介入公司经营的这部分 其实我们在去年 在大院的时候 我们有提议要撤股 因为他没有达到 我们安置获利的目的 但是大院决议 规定叫我们不准撤股 所以我们又没办法撤股 不然我们本来去年 就要撤股的 那只有撤股 一图吗 对 我们只有撤股一图吗 或者是 或者是我们的股权 能够高到我们派出 经理人介入一起公司经营 这样的话 透过公司经营 才能提高我们的安置率 那请问我们有派驻董监事吗 有董监事 有董监事啊 但是董监事 当你低于三分之一 你是没办法做成董事会决议的 那是公司法的规定 当然啦 可是今天我们董监事 我们怎么跟你面沟通 在董监事会议 我们就只有退股一图就对了 我们会 我们其实针对委员关心的部分 我们在董事会里面 所以依照您的说法 是 这八家 我们完全没有它的办法 我们 都在历史董事会都会提出呼吁 我们有个专责就是检讨 我们人事处都会专责 每一季去检讨它的安置率 这我们有个专责的机构在检讨的 所以 就是没办法 结论就是没办法 你们从以前 101年 102年 103年 检讨 检讨到现在 就是没办法 因为我看到104年 104年 一样这八家 还是继续 它的持股率高于安置率 然后又多了两家 一方面在检讨 一方面又多了两家 报告委员 相关规范来做 那大家都比什么 大家比的就是股权啊 所以我们就是 除了撤股就是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我们已经束手无策了 无能为力了 你现在的说法是这样吗 就是除非民股同意我们 所以 处长你的说法是 改革就是要撤股 我 撤股不是改革的唯一作为 但是 我就跟你报告 撤股也是我们当初 考虑的一个方向 其他的 我们会多管道 那今天立法院 做成绝育 不准你撤股 那你们就没有其他的途径了 所以就是 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 争取民股的 继续摆烂下去 而且不只是这八家喔 你104年 你一方面在做检讨 一方面 104年又多了两家欸 又多了两家欸 又多了大南汽车欸 还有泛雅工程欸 我跟你报告 这两家原因 因为这两家是 技术性很高的 大南客运 一般要求的都是司机 他就必须有大客车执照 国内只要 国内旅游业景气 他就被挖脚走 这个都是 这个现实大家都知道 泛雅是个工程建设公司 他很多都要工程技术证照人 才可以进去 一般的话 所以表示我们的 我们的 退役将领 或是我们退出役官兵 我们 是没有 这方面的专长 有我们都在辅导 我们希望 透过各种工程的证照 然后呢 能够让他優先 能够进入公司 来提高安置率 这部分 配合我们就学 就一直在努力 他转任 不是是这样子的观念吗 那你怎么会跟我讲说 没有 抱怨 你现在说法 也是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 我们现在跟救援救助处 一起配合 就是针对很多 他需要的工程帮助 那些专业的证照 我们都有开班 就是希望透过证照 能够提高他的 公司 进入公司的安置率 这部分委员的关系 我们也在努力当中 处长 我们要跟你谈到的是 改革 改革是什么 不是我今天拿这些数字 要去指责你 没有 去谴责你 没有 只是说我们怎么去把它做改革 因为未来我们都希望 在我们整个退辅所属事业机构 他是一个改革的亮点 他有一个改革的亮点 我们才能让我们辞职的投资 是发生效用的 而且我看到你们的投资报酬率 102年是12% 103年是12% 105 104年是11.57% 102是12% 103是12.05% 104年变成11.57% 是往下降的耶 投资报酬率是往下降的耶 投资报酬率往下降 要看整个国内景气的循环 是啊 那去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所以有受到影响嘛 對不對 最重要的原因是 国内整个的气价 都低很多 大家都知道事实 所以第二个 整个国内的旅游市场 去年也开始有点萎缩 所以基本上会造成我们相关产业 整个整体的盈余 获利 在国内的普遍现象 我们公司基本上在每个产业里面的平均获利率 委员都可以去查证 我们都在平均值以上的 所以你认为这是受到景气的影响 这是景气循环 景气的影响 经营没有问题 你们的经营都没有问题 基本上 经营都没有问题 经营又没有问题 是个主观的一个 没办法去做量化频段 跟委员报告 我们刚才在业务曝光里面 转投资事业的经济作为里面 就是刚才委员所提醒我们的这个方向 我们会努力 也希望委员你给我一段时间 我们去做一个验证好不好 主委我们有期待啦 因为我们希望 退府所属事业机构的改革 真的是要有亮点 而不是每一次 我们在这边咨询的 每一年 每一个会期 每一次咨询所讲的都同样的话 所调的资料都是同样的 这不是改革的契机 所以我们会举出这么多的例子 不是要去指责任何一个人 而是我们希望大家 一起来面对大家所期待的改革 然后真正做出成绩 真正让过去大家 有很多直营的方向 都能够把它改变 谢谢 可以 谢谢委员 好 谢谢 谢谢 再下来我们请马文君委员 谢谢主席 麻烦请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 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就今天的报告 还有很多委员所关切的 我想要请教主委 就您的看法 你认为美国为什么要成立退伍军人事务部 基本上它是维持它预防战争的一个作为 那么它从退伍军人事务部这个推动以后 实际上它刚开始的成效不好 那么他们在照顾退伍军人这一部分 其实他们是极尽脑汁 他们去做了很多的作为 但是有一个非常突破性的一个改革 那是在2009年的时候 它从沃金利亚那个州 它推动一个蒙哥马利大兵法案 这个蒙哥马利大兵法案 它鼓励青年子弟 你服役满三年 你就可以去免费考大学 同时你就学以后 三年内全额的补助你的教育经费 另外每个月还补助你房屋津贴 最高的可以到一千美金 那么从这个2009年这个蒙哥法利大兵法案 它推动以后 最难能可贵的是它2009年推动 但是它追溯到2001年 所以说在那短暂时间之内 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在木屋斌的那个成效上 据我所知增加了六个百分点 这个六个百分点 是让它退伍金融部 一下子把工作成效做得很好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可以参考的改革作为 所以如果照主委的说法 你认为退伍会应不应该采 退伍会的潜能很大 因为刚刚提到 因为刚刚有提到 美国的募斌制推了17年才成功 就你的看法 其实刚刚蒙哥马利的法案 其实它做了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推波助澜的助力 所以让它募斌 它的成效很明显的增长 所以反过来请教主委 今天您担任退伍会的主委 以你的看法 你认为退伍会该不该采 我跟委员报告 退伍会的潜能很大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募斌制度 推动得非常有成果 那我也希望 运用这样一个验证 我们退伍会 我们的功能在哪里 因为我们就两个面向来看好了 今天退伍会它最重要存在的意义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就业就学就医就养 我们常常在讲的 针对退役的军人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这样的照顾 是不是 是 如果把退伍会裁测掉以后 我们原来的人事的经费 我们是人事的部分 还有人事的管理 其实是放在 要归回国防部 假设我们如果把它裁测掉的话 对不对 以你认为 我们在经过这样 很多金翠案 金石案 我们现在目前 国军的人力 有没有办法在部队里面 兼顾到这样 国军退役以后 他的照顾的能力 非常值得我们顾虑 所以其实就这样来看 我们觉得 其实国防部 因为大家都讲说 现在很多业务 非常非常的严重的缺人 包括我们很多武货的武器 其实包括我们的假车 要找人开都有困难了 那你现在在把这些业务 归到国防部 第一 我认为国防部 就像主委讲的 国防部要能够做到这样子 而且要把它做好 我想有更大的困难 这个很明显的 另外一个 其实大家最关切的 就认为退辅会做得不够好的 可能就是我们转投资事业 可是这个跟退辅会存不存在 其实是两码事 是 因为今天如果我们的转投资事业 你如果可以让他经营得更好 因为其实长期以来 我们很多培职退役事关的 就学就养 职业训练 很多的经费 其实都是来自贵会的 那个事业 对不对 如果他裁测掉以后 这些经费怎么来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困窘 所以其实变成说 我们要好好的去照顾军人 让军人有尊严 让他们可以受到很好的 退役以后的照顾 其实他变成是口号 包括其实我们相信 我们的蔡总统一上来以后 他一直对我们的军事官兵 一直强化 然后增加他们的信心 也说要给他们尊严 可是如果我们把他原有的 这些应该有的福利 让他们无后顾之忧的 这样的一个专责单位 都裁测掉以后 我们要怎么去说服 我们未来 或者不要说过去 包括我们未来 即将要募进来的军事官兵 我们要怎么样去说服他说 我们国家会好好的照顾你 所以其实我们就 今天有一个图片 今天虽然是一块 本来是一整条鱼 你现在把他就医 把他切掉 我们的三家荣苑 其实他本身做得非常好 在我们的医疗体系里面 也受到很大的肯定 可是他可以专职的去照顾 我们的一些荣民 所谓的荣民就是荣誉国民 我们既然把他当成荣誉国民 我们应该给他更好的一个就医的机会 所以三家荣苑你如果把他切掉了 去归到卫福部 以后谁要来管理这一块 当然我们用讲的都可以讲得很好 书面也可以写得很好 可是事实上他要落实都有困难 包括现在三家荣苑对于我们的照顾 我都觉得有很大的疑虑 因为现在我们安养有4844床 养护有2563床 失智有469床 可是我们的专业的护病比 安养是1比200 一个人要照顾200个 养护比是1比20 一个要照顾20个 失智也是一个照顾20个 你今天有专责的机构 来照顾这些退役的军人 荣民都有这样很严重的落差的 一护病比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以奢求 你未来退到卫福部 跟大家所有你要纳入长照 长照大家都知道现在预算有问题 现在人力有问题 社工有问题 我们医护人员有问题 我们全部把它纳入以后 我们怎么去说服我们这些军官弟兄 他们退伍以后 他们可以受到很好的医疗照顾 所以还有刚刚那个 还有我们除了医疗的以外 就医以外 另外还有可能有几个 还会有所疑虑的就是救养的服务 这个当然你退除给付 刚刚我讲的你已经把它挪到国防部 其实它对整体的照顾 其实也没有帮助 而且反而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另外还有一个就学就业的服务 你在军中要怎么样 又要去做专业的训练 然后在军中你就要马上又有 学业就是可以有去取得征兆等等 其实它当然有些项目可以相辅相成 可是跟社会上有些你要在社会上去赚取 你未来在生活上可以有的管道 比如说像我们很多之前有烘焙业啊什么 这个在军中有时候它落实都很困难 因为我们现在甚至我们的伙食 甚至可能未来都要委外了 你在里面其实可以学习的机会相对的减少 我们如果让它在四年八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受专业的军事训练 我想其实有时候会让它其他的学习也会有落差 所以如果把这些统统切割开以后 我们看到的我们认为 其实我们未来募兵可能会更凄惨 你如果要走回回头路 未来我们没有办法募兵达成目标的时候 就是大家很多父母最担心的走回征兵的路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可以拿出来大家共同的讨论 今天在我们的财政的预算上面 其实它也没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就今天大家 因为已经有提出来了 势必针对是不是财策退服会 会有一段时间非常重要的一些大家的看法 还有一些探讨 不过我们也希望 其实要召开更多的公听会 让很多的产观学 因为台湾不比其他的国家 我们要找军队跟选举动员不一样 选举动员 其实你什么时候要办活动 什么时候要办造势 随便找个游览车找人就来了 可以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人力不足 今天如果我们的军事能量 人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连这样都没有办法 达到相对的目标 其实我们其他要增加国防 要增加台湾的安全 其实它都是空谈 所以在这里要慎重的提出来 我们也希望退服会 其实是一个专责的单位 怎么样用你们比较专业的看法提出来 其实本席也认为很多的组织 很多的单位 当然没有不可替代性 它都可以做改革 可是如果只是纯粹为了改变而改变 那就没有必要 因为很多大家都在讲 这个转投资事业 其实它都是肥猫 可是你如果走了肥猫以后 来了家猫也是一样 因为它那个位置就是太 大家都觉得它就是肥肉啊 你今天没有办法转移 大家对它的认同感的时候 它是谁去都一样 你的能力不够好 这个退服会要检讨 你的经费运用的不够恰当 没有花在刀口上 或者你运用的人不是人才 让大家诟病的 这些都是退服会 应该要深切检讨的 我们希望有更好的 优秀的人才去管理 然后把我们转投资事业做得更好 因为我们为什么 美国为什么没有转投资事业 因为它的预算可以编得足啊 我常常在讲 因为美国 其实他们对军人的敬重 跟我们是天差地别 他们搭飞机 如果有空位的时候 大家在排队 是让军人优先去搭头等舱 台湾可以做得到吗 你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照顾 我们讲了很多 我们光是要提高一些薪水 大家都觉得有很大的疑虑的情况之下 我们台湾能够做多少 如果没有一个专者的单位 他能够照顾到多少 可以做得多好 这个都是要受到更大的检验 我们希望大家所质疑的 转投资的事业 不管是天然气 因为他是特许事业 当初就是为了照顾这些农民 毕竟他们虽然都一直凋零 可是曾经有很多人 为台海的和平稳定发展 付出过他们的生命 付出他们的家庭 即使这样政府的照顾 如果说有所折扣 其实我相信很难让大家 为我们台湾的安全 为我们所有国人的生命 来做付出 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 先就部分 希望可以提出来做探讨 那未来还有很多的面向 可以讨论的 不管在他存在的价值跟意义 我想特许会可以提出更周全的看法 谢谢 谢谢委员 我们会照这个方向努力的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先来处理那个临时提案 有两个临时提案 临时提案一 有鉴于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 之转投资事业 在董事长 总经理 董事与监察人之派任上 虽依据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 投资事业机构会派董事及监察人 管理要点之规定 然此规定无论在资格临选标准 皆有为高阶将领量身定做之疑虑 且多数转投资事业之董事长 副总经理等 之月薪与不顾定薪资 甚有超过年收入千万之余 原此鉴请退普会于两周内 召开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 投资事业机构 会派董事及监察人管理要点 存废之检讨会议 并将会议记录与检讨报告 送至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提案人 刘世芳 罗志正 陈廷飞 王定宇 蔡世映 吕孙林 林长佐 以上宣读 请问一下退普会有没有意见 跟委员会报告 两点 第一点就是 如果说我们要在两周之内 因为我们希望做一个非常彻底的 一个全班检讨 我们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月的时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要召开相关管理要点的存废的检讨会议 我们可不可以给它修正为 改革的检讨会议 我们的弹性空间大一点 当然我们的努力方向会更广泛一点 谢谢 那是两个月内再召开 还是你们已经陆续要再召开 然后两个月内会给一个 检讨报告给委员会 是哪一种 反过来吧 主持人 我们会建议是给我们两个月 那其实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启动 但是给我们两个月前 我们会把结果报到委员会 好 那各位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按照 刚刚李主委讲的 两周改成两个月 那存废的话改成改革 好 谢谢 下一案 临时提案2 查面对全国近40万冗民 过去8年马政府一向遵守宪法 健全退补会的运作 科进照顾荣民之工作 且做好退出一官兵辅导与安置的工作 亦是世界潮流 美国 澳洲 韩国等各国皆 设有专责机关 办理军人退服相关事务 近来新政府上任后 推动改良式募兵制 亦认同建构完善退后出路式 募兵制成功的重要因素 国家对于退出一官兵的关怀 与照顾 可间接鼓励年轻人加入国军行列 原此 鉴请退补会 因克遵宪法赋予之基本任务 持续坚定维护退出一官兵权益 于就学 就业 就医 就养等各方面 给予完善之照顾与协助不可懈怠 提案人 江启臣 徐志荣 马文均 刘世芳 以上宣读 来 退补会 没有意见 好 那我们刚刚的提案就先 就照案通过 谢谢 那个 萧委员 你现在要質询嘛 那我们等萧美琴委员質询结束以后 再休息10分钟 好吗 那请 没有 目前后面没有 那请呂孙林委员来代表 来 她来代替主席 谢谢 好 请主委 好 有请主委 主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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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长 退补会 早年为了要安置 许多在台湾未必有家庭的这些农民 那早期有许多的一些政策 跟土地的运用的方式 不管是安置也好 或者是尤其是农场运用的就业机会 但是啊 现在时空环境已经很不一样了 那我们变成说 退补会手上有很多的农地 虽然这不是你们的专业 同时很多农地的使用者也未必是退伍军人 那你们现在用其他的方式在运用 例如说之前我们花莲农场的这个厂长 居然是本来他自己的专业是做潜水艇的 结果这个或是做舰艇的 结果是跑来做管理一个农场 那这个显然就是我们整个时空环境 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未来我们怎么运用这些国家的资产 那确实照顾我们的农民 但是同时对于资产的运用上面 对国家是扮演一个最有效益的一个使用的模式 这是我们应该在整体的改革跟规划上面 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 那我们在花莲县就有两个比较大的案例 一个就是我们受封的这个自费安养中心 那早期那里也有许多的农民用自费的方式 在那里住了一直到去年前年才最后的移出 因为人数的减少 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些旧的设施 你要再花大钱去改善 其实也不符合他的经济效应了 但是问题是现在一个社福用地 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闲置在那里 我们怎么去活化 那你们是主张要继续摆在退府会里面去做活化 还是要交回国产署去做整体的国家资产活化的运用 那怎么做对国家是最好的你们的主张是如何 基本上我们朝着整个对国家利益最大的方向我们来做 那至于说细部 那你们怎么认定是留在退府会里面来做活化资产 还是交到国产署去做你们觉得比较好呢 委员你好 我是旧阳养护处处长赵秋莹 针对委员的关怀我就做现况的报告 这个花莲自学分布 其实在我们辅导会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市数据给国家用 那我们希望是无常的市数 所以是转国产署 国产署 但是这个案子我们跟花莲县政府讨论过多少遍 他们的意愿以他们的意愿为主 他们认为东华大学的这个 这个东华大学城啊 他们有回应过来 说他们有些特定地 几块特定地 所以他目前暂时比较没有进度 我们甚至我们主动的把我们台东 太平分部市数据给台东县政府这个案子 我们都转给这个花莲县政府 那花莲县政府的态度跟意愿 是这个案子最重要的因素 但是在我们辅导会的这个政策上 再跟我们报告一次 我们愿意配合政策 我想你一直摆在那边也不是办法 我们现在国家 不管是对于老人的安养跟长照 但你们退府会有其他的机制在处理这一块 可是如果说在整个资源的配置上面 让他开放 让其他的这些一般的民众 非农民的民众 也可以来用这个自费的方式也好 或者是社会处来安置的方式也好 来妥善的运用这个空间 同时台湾还有很多其他的弱势团体 也正在寻求比较完整的 所谓的社福用地的区块 例如说附近也有我们诺医院 在做自闭症的这个儿童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照顾的中心 那东部地区其实长期也非常适合这样子的一些特殊需求的安置 或者是疗养的环境 所以这个怎么去妥善利用 这应该不是只有退府会一个单位的问题 也不是只有地方政府意愿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涉及到卫福部 也涉及到国家整体资产活化的政策问题 还是希望说我们拿出来跨部会来做一些专案 如何甚至有必要的话 用民间的资源引进来做BOT、ROT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方案 来做一些严拟 那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有一些进度好不好 那我简单跟委员回报 就是门楼医院我都去看过 现场我都去看过 至于是ROT、BOT或是OT 在我们辅导会常年的政策就是 国家需要政治资源 我们愿意把这块地交给国产署 透过国产署相关召集会议之后 用一个不管是三方或四方 现况点交 那这部分也是希望那个委员能够大力的出售 但是我希望无论如何 这块地还是维持一个社福跟博士照顾的用途 也不要去轻易的转换成其他商业或者是旅游用途 因为其实花莲已经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是 这个领域的这个有其他商业用途 但是对于社福跟弱势的照顾 其实我们应该要优先来做处理 也希望能够维持它的原始用途 以及它整个地的完整性 那这个处理的过程希望能够特别注意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农场的土地运用 那退府会跟台糖是在花莲除了国防部以外最大的地主 那你们作为这么大的地主 那土地的运用其实也应该要配合国家整体的政策 那目前花莲县是全台湾有机耕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县市 甚至占了全台湾的四分之一之多 我们还有空间跟机会让它做得更大更好 因为我们有一些独特的天然条件跟环境 包括这个独立的水源 那包括一个比较相对不受污染的灌溉的空间 以及土地的运用模式 那在这个当中其实退府会的土地也因为它面积够大 所以也更适合做有机 其实小面积的切割开来处理任何一块农地都有很可能 都可能会被隔壁的农地所污染 当然现在你们在长梁的这个有机农地的一个对外的放租 事实上也是蛮成功的 但是我们更期待我多年在推动的在智学地区的这个有机农业研究中心 那这个这些年我们其实也都谈得差不多了 那有机农业研究中心有其好处 就是在有机施肥或者是有机天然灾害的防治 甚至是在东部地区的原生种植物 包括尤其是原住民的一些传统的植物的研究跟推广 在这个有机中心里面都可以处理 那您的前任主委啊 这个董主委当时也承诺 也配合国家政策愿意往这个方向来做努力 但是啊一直到这个他卸任前这个案子就中断了 原来都跟农委会讲好了 农委会预算都编下去了 由花莲农改厂来设置这个有机农业研究中心 那这个案子现在你们的态度是如何 我们如何来延续这样子一个能够有多重价值 对地方的农业甚至是辅导原住民就业 包括许多我们的退伍军人 其实原住民还很年轻 只要他愿意回乡 从事有机农业 那提升它的附加价值 我们政府都应该用我们所有的力量来协助跟配合他们 谢谢委员 我是事业管理处长 我跟委员报告 委员这个提议 其实基于公务需求跟对地方的需求 对这个案子我们是非常赞成的 那农改厂跟我们已经有两次的会刊 不但这样我们要特别跟他讲说 将来你整个行动当中要列入 我们将来四到九年的这些退伍军 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优先去受训 因为取得这些有机的认证跟这些技术化 对整个当地的这些啊 不管是农产品的经济作用 或是将来就业环境的提升 它都是个有效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是很积极跟农改厂 来做这个公文商的往来 这个案子希望能够最近 我们就很快就会拨用 这个案子我们已经确定 要给他的 因为就我的了解 农改厂还是等不到你们最后的这个 有有有 包括委员我们确定了 我们确定 因为这公务 而且是国家有需要 我们同意 所以大致的范围也都 没有问题 9.28公顷 跟农改厂已经有共识了 就第一次我们会刊了 9.28公顷 完完整整那一块 好 已经有共识了 有有有 那未来也应该要跟临近农地 如果是做惯形农业 有用农药的话 也应该要适度的做这个区隔 农改厂的限定 其实我看过 他将来会设一个隔离带出来 会保障这个有机的 示范园区的这些 空气品质水的这些 那我也非常认同 刚刚处长所提到的 就是优先保障 刚刚退伍的 刚刚提到这些 尤其是花莲 我们现在其实职业军人里面 原住民的比例是特别高 那在东部地区如果有在他 能够回乡就业 而且在地就业的机会 能够在他的收入上 有适度的保障 我相信都是一个 让我们有更多原住民 愿意来进入这个整个 从军体系里面 一个很好的诱因 那保障他们日后 回来的生活 而且是能够回到原乡 那所从事的这个农业 也符合传统跟文化的传承 那这个案子也希望主委 能够全力的来支持 可以 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过程都是 听两位处长在讲 主委我希望 就一个主委的态度 也全力来促成 支持这些案子 尽快来做完成 好不好 没问题 是 谢谢委员 好 谢谢委员 谢谢主委 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 好 谢谢 现在休息十分钟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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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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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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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在地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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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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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